初春的下午 西南中缅边境 瑞宁市市郊 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走在山间的小路 车上驮着一个大大的编织带 破旧的摩托车发出轰鸣的声响 年轻俊朗的面孔有那么一丝丝倦意 远处望去 一座城市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微微一笑 加大油门 猛地窜上公路 瑞宁市岗镇 一个偏僻小巷里 年轻人熟练地骑着摩托车拐进一个大院 大院左边是一排二层的歹式房子 右边是一个货厂 一个硕大的棚子下面乱七八糟 摆放着一堆一堆的石头 还有一些装着石头的编织带横七竖八的落在一起 货厂边上一排机器 马达轰鸣 一群人坐在机器旁边一个简易台子边上 凑在一起在看着什么 阿翔 回来了 人群中走出一个瘦小的中年人 快步走到车前开口问道 回来了 寸叔 今天人怎么这么多 年轻人说 昨天一个客人暴涨 听到消息来了很多人 老板在办公室 你过去吧 寸叔道 好的寸叔 完事我过来帮忙 先帮我看一下编织带 太沉拿不上去 阿翔说完 快步向二楼走去 来到老板办公室门前 阿翔敲了一下门 推门进去 一个左右十几米的茶台边 坐着几个人在喝茶聊天 听到敲门声都在回头望着 阿翔快步走到茶台边 对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说 老板 货拿回来了 中年人看着阿翔问 路上没什么事吧 没事 老板 货在楼下 阿翔道 中年人回头看着几个喝茶的人说 几位老板 下去看看 新货到了 晚上我请几位大老板吃点野味 其中一个中年人说 薛总 要还是昨天那块石头的品相 我要了 说着 几个人起身下楼 阿翔赶紧走到几个人前面 抢先来到了楼下 找来手推车 一个人费劲地把编织袋往推车上装 随后推着推车 进到一楼的房间 薛总带着几个人也走进房间 随手关上门 薛总说 阿翔 把石头拿到台子上来 阿翔打开编织袋 抱起一块块石头 轻轻放在一个满是划痕的茶台上 每个石头外边还包裹着几层厚厚的编织袋 和免大恩的报纸 薛总说 总共物块 最大的40公斤 最小的6公斤多一点 几位老板看看 再看那几位 四下找剪子和刀子 随着嘶嘶拉拉的刺耳声 几块石头陆续被几位客人拔完了外包装 每个人都拿着专业的手电筒 在石头上认真地罩着 翡翠饰品 深受华夏人喜爱 但大多数不知道翡翠原石开采出来的时候 外层都包裹着一层风化皮壳 风化皮有薄又厚 即使科技发达的今天 在先进仪器也没法鉴定出 里面翡翠肉质的好坏 所以 人们只能通过眼镜观察翡翠原石 再根据皮壳的表现来判断里面肉质的好坏 这样 赌石也就应运而生 到今天这个行业已经存在几百年了 阿翔站在边上也在看着这几块石头 黑色的石头有三个 黄色的一块 黄白色的一块 最大的是黑色 黄白色的最小 这时薛总说 黑的是木弯机 长口绝对正 黄的是隔音角 小的是木纳 薛总说的是产出这些翡翠原石的矿区名称 行内有不懂坑口不赌石的术语 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说 薛总 什么价 张总 看上哪块 我们谈价格 帮你满意 薛总道 几个人忙得不可开交 左右前后翻动着石头 拿着手电在石头上这照照 那照照 偶尔还互相交流一下 阿翔连忙上去帮忙翻石头 尤其几块大的 翻个身都很费劲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那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指着眼前一块黑色的石头说 薛总 这块 四十万 虽然有水 有色带 但皮壳太差了 张希说着 还不停地在翻动着石头 三位哥哥 有喜欢的 没有 合着开一块 试试手气 张希 那块皮壳太差 种不会太好 还得毒底 毒性不小 一个偏瘦的人说 谭哥 您看好哪块 张希随口问 我看上这块黄色的 有松花 皮壳也紧 一分水 色要近了就是大涨 谭老板瘦瘦的样子 但眼神盈盈发亮 一看就是个精明的汉子 胖胖的中年人说 我刚入行 不太懂 谁读我都跟 就算学习学习 薛总说 这回的料子都是我们几个人在场上精挑细选的 品质非常好 就看几位有没有缘了 这几个人一年也就来他这里一两趟 但是每回都几十 几百万的切石头 绝对的大客户 年纪最大的大哥说 有看上的就切 愿意喝也可以 陈胖子愿意跟谁就跟谁 他刚入门 尹大 谢谢大哥 陈胖子高兴地说 他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迷上赌石了 但要是没这几个人带着他玩 他一个人绝对不敢自己来瑞宁玩赌石 结果 四个人选了三块 大哥和谭总选了黄色皮壳的 重17公斤 年纪最轻的张希年轻气盛 不但选了40万的那块 而且还选了这里最大的那块 石头价格倒是不太高 陈胖子却每块石头都掺了一股 谭好价格 付完款 薛总心中暗喜 连忙问 几位老板 切还是不切 张希说 切啊 不切买来干啥 边说着 边拿起笔开始在石头上画线 张希也是刚对赌石感兴趣 很多刚学赌石的人 根本不知道想赌什么 就是好奇 看见对眼的 就想打开看看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赌石店的老板就喜欢这样的人 薛总冲着阿祥说 去喊人过来 上句 阿祥走出屋 把寸叔和两个免答案工人喊了过来 把石头放在拖车上 往棚子下的机器方向走去 门外那些人看着又有切石头的了 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 指着石头七嘴八舌谈愣着 寸叔和阿祥每个人抱着一块石头 免单人打下手 往机器上紧固石头 一会功夫 三块石头都被放在三台机器里 阿祥问 老板 先切那块 一起切吧 反正大小不一样 瘦瘦的谈老板说 看没人在说话 阿祥按下了他那台机器的开关 一声巨响 马达开始轰鸣 二十分钟左右 一台机器咣当一声 停了下来 人群呼啦又围了上来 薛总赶紧说 往外站 别碍事 阿祥走到机器旁 掀开盖子的一条缝 只见浓烈的油气 从机器中开始往外散发 只见几位老板围在了机器周围 这会儿根本就不在乎油气 有没有毒了 一门心思就想抢先看到石头 机器盖子全部打开后 几位老板又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看到满是油污的机器槽子里 躺着半块黄色的石头 另半块还在机器家具上 长了 只听阿祥轻声说 几个老板面露喜色 他们也看出来了 只见那半块石头的切面上 分成两个部分 外层非常厚 足有近二厘米左右 颗粒感很强 然后逐渐开始变得细腻起来 中间还有一条一纸宽绿色的色带 阿祥把两块石头拿了下来 洗干净油污 摆在机器旁边桌子上 几个老板和薛总围着石头 仔细看起来 外边是一堆看热闹的 皮太厚了 肉少了 陈胖子说 画底诺冰重 带色带 一条镯子十万起了 货头应该过三十万了 薛总也有点兴奋 带哥看看谭总说 五倍有了 谭总说 差不多吧 围观的人开始鼓噪 闹着要红包 这是赌石行的规矩 开大涨是要给现场的人发红包 当然红包有多有少 薛总喊道 诸位别急 还有两块 切完一起来 今天运气好 正说着 另一台机器 戛然而止 阿祥走了过去 放放油气 打开了机器盖子 阿 这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 几个围观的老板 七嘴八舌喊了出来 只见切开那面 外层皮壳是黑色的 里面是白肉 肉质还够细腻 但满是纵横交错的裂纹 有些裂纹里头还带有黑色 原来外皮上的绿色 进去不到半厘米 灰绿灰绿的 就是这样 也被裂纹隔得碎成了渣渣 帝王烈啊 这石头完人哪 几个老板大眼瞪小眼 在屋里 石头他们也都看了 虽然不太看好 但绝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垮到底了 张希沮丧地说 虽然不差钱 但这也太打击信心了 现场一片寂静 没人说话 阿翔还是规规矩矩地 把石头卸了下来 清洗干净后放到了桌子上 薛总脸上也抽抽 客人切垮了 对他的名声也有很大影响 说明他挑石头眼光有问题 年纪最大的戴老板说 别急 咱们还有一块 等等再说 在等着最后一块的时间里 几个老板都沉默着 没人说话 现场只有嗡嗡的马达声 一旁看热闹的人 也开始担心自己的红包了 又过了一会 只听咣当一声 那最后一块石头也切完了 阿翔打开机器盖子 只见切面上满是暗绿色 是油轻 但正好 薛总道 买这块石头的张希 不顾切面上满是油污 拿着手电就照上去 手电筒边上散出的余光 足有三厘米长 光线细腻柔和 反射着浓郁的绿色 看起来非常舒服 妈的 身材脸蛋一级棒 却长在黑人身上了 陈胖子说 瘦瘦的谭总道 长得有限 这东西做摆件 相当起货了 这种老油轻 现在真的很少见了 年纪最大的戴哥也说 其他人也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 油轻重 属于肥萃品质里 质量比较差的 颜色暗绿发挥 一般只适合雕刻大型的摆件 做小的饰品档次不够 但这个种很老 雕刻出来效果应该很好 薛总长出一口气 这块最大的要是也垮掉了 这几个客户也许就再不会回头了 转身对阿祥和阿寸说道 把石头拿到屋里去吧 这时 年纪最大的戴老板 从手包里拿出一叠钱 说道 见着有份 每人一百 随后开始给工人和看热闹的发红包 张老板和谭老板 随着薛总回到一楼屋里 薛总坐在茶台前开始欺茶 陈胖子随后进来 高声叫道 这玩意就是刺激 比打牌强多了 一切两瞪眼 张熙看着胖子没好气地说道 你笑话我 陈胖子连忙说 不是不是 是你今天手气不太顺 再说我不是也掺了一股吗 咱们明天接着来 保管大涨 发完红包的戴老板推门进来 冲着薛总说 把石头解了吧 看看能出几条镯子 瘦瘦的谭总也很高兴 毕竟自己这块切个大涨 回头问几个人 要不再把这两块切了吧 戴老板说 先好就收吧 年轻的张熙 亏近几十万 有点不甘心地对薛总说 老薛 刚才那块垮到底了 这两块里我再挑一块 你给个成本价 我准备再切一块 薛总说 没问题 那块石头我们都看走眼了 这两块不挣钱 您选一块吧 张熙拿起手电 就跟谭总开始研究起石头来了 其他几个人 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 阿湘没出去 他也走过来 看着这两块石头 一块黑乌纱 一块黄白皮壳 黑乌纱有二十多公斤 皮壳很紧实 杀力很小 也很均匀 有一条两指宽的色带 绕了大半圈 打灯看着绿色非常扬 水有二分 这石头迈向太好了 阿湘暗暗道 他随手在色带周围 摩缩着皮壳上的杀力 另一块是黄白皮料 方方正正的 只有六公斤多一点 整个石头都是白色偏黄的 细杀力 杀力各个挺立 石头四周有几个绿花 所谓松花 是堵石的行话 指的是翡翠原石皮壳外边绿色的沙粒 这种沙粒有各种分布形态 点状 片状的 线状的 这是研究翡翠内部 有没有色的重要表现 这个石头是几块石头里表现最差的 松花哨 水短 打灯上去白花花一片 所以几个人都没选它 因为这样的石头就是切垮了 也垮不到哪去 想切长 就靠那几个松花 即使长了 空间也有限 阿湘打灯压在石头上 石头通透度一般 只有半分水 泛着白光 阿湘紧盯着石头 突然心里一动 在沙粒中间 若隐若现有一点点绿雾的感觉 他把石头往身边挪了挪 深温下腰打灯 仔仔细细的又看了一遍 还是这种感觉 拿开手电 沙粒又变成白中透黄的感觉 他不动声色的颠颠石头 左右前后看看沙粒的变化 随后 他放下手电 半眯着眼却不看石头 双手在石头上慢慢地摸着 他的动作很慢 异常轻柔 偶尔还会在某一处反复摸索 里面暴色了 阿湘有点顿雾的感觉 一旁张总在两块石头前犹豫不决 两块石头里 他有点喜欢那块黑乌纱 皮壳紧实 形状还好 两指宽的色带只要进去 绝对是几十倍的暴涨 但要不进 恐怕又要垮到底了 但是这块石头买进的价格绝对低不了 那块6公斤多重的黄皮子石头重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价格应该不会太高 但就靠这几个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松花 想赌进去色 太渺茫了 才6公斤多 赌长也没多大转头 赌垮了更丢人 所以一时间有点驱舍不定 他抬头问几个人 老大们 给点建议 陈胖子抢着说 赌大的 玩个心跳 我可以参一股 赌大的 赌小的 七嘴八舌 一人一句 各说各的意见 赌食这玩意 就没法统一思想 见一见统一不下来 年纪最大的代哥随嘴就说 阿祥 你也看半天了 你觉得哪块好 阿祥听客人问他 急忙向薛总看去 薛总笑着说道 阿祥你随便说 就是说的不对 几位大老板也不会怪你的 他的想法是想让阿祥推荐那块黑乌沙料子 毕竟价格高 利润也高 所谓成本价给张希不过是个托词 阿祥知道老板的心思 但他心里实在不想这么做 随口就道 我就是个切石头的 真不敢瞎说 再说您这几位老板都是行家 我可不敢随便评论 说完转身背对着老板向门口走去 他眼睛的余光看了一眼那块六公斤的石头 马上又看向代老板 所谓任老经马老华 代老板看见阿祥撇了一眼石头 又看向自己 知道阿祥有话没说 但他没吱声 等阿祥走出去没一分钟 突然说 红包还没给阿祥 我去给他送过去 屋里几个人也没在意 还在讨论牵的块石头 代老板走出雾 没看见阿祥 工人说去厕所了 代老板快不向厕所走去 刚到门口 阿祥出来了 阿祥 谢谢好手气 代老板随手掏出一碟整钱 递给阿祥 阿祥恭敬地接过钱 身子微低笑着对代老板说 谢谢老板 代老板随后又掏出一碟钱 对阿祥说 三块石头只有我那块是你切的 我还想再借你的手气 剩下那两块 如果是你 你选哪个 虽然认识代老板已经很多年了 但只是每年仅仅见上几面 可阿祥对代老板印象却很好 每次赌食不管输赢 代老板都给他发红包 不像有的赌食客人 赢了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输了就骂工人 甚至连薛总都要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 阿祥看了看代老板 没接那跌钱 问道 您赌还是别人赌 有区别吗 要是您自己赌 我建议您选那块小的 又道 刚才我老板的意思是想让我推荐那块黑乌纱 我没推荐 因为那块石头只是皮豹色 仅表面一层 虽说石头的种还可以 但色没劲 要是按老板给的价格买下来至少亏掉80% 你这么肯定 你也懂赌食 代老板惊恶道 以前也没听你说过赌食的事 你也懂 代老板问的语无伦次 嗯 多少懂得一些 再有就是还有二个月 我就要离开了 您这几年每次来切石头都给我红包 我也是真心感谢您才和你说这些的 哦 代老板倒没在意阿翔后面说的话 对他来讲 给阿翔的钱连零花钱都算不上 只要心情好 上百万都随手送过 他惊讶的是 阿翔能这么肯定说 那块超级爆表的石头一定垮 还80% 你是神仙啊 代老板定了定神 说 那块小的怎么样 阿翔又想了想 慢声说道 不出预料的话 满色 诺冰种 低一点是细诺 高一点也倒不了兵种 就看饲养到什么程度 猎应该不多 啊 代老板差点没晕过去 这小子认识几年了 从来不多说话 今天一出口想要雷似人啊 你跟谁学的 怎么那么肯定 整天切石头 看得多了 代老板心道 还看得多了 NND 整个中缅边境 整天切石头的 没一万也有八千 也没见得 谁敢这么说话 这小子中邪了 他稳稳神 说 好吧 阿翔 我再去看看 见你急言 他转身就要离开 阿翔赶紧说 戴总 如果你要和你的朋友拿那块小的 最好不要在这里切 也不要告诉别人 我跟您说过的话 代老板笑着拍了拍阿翔肩膀道 放心 我不会说的 你小子藏得够深啊 代老板走回屋子 陈胖子开口就说 戴哥 几个人准备合股切那块大的 您参一股吗 想着刚才和阿翔说过的话 代老板就随口道 我再看看 反正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 说着 他拿起手电筒 开始看那块大石头 薛总看这块石头有希望卖出去 赶紧过去帮着代老板 代老板拿着手电筒罩着 心思却在想 这么宽的色带哪怕进去一厘米 只出界面也够小百万了 怎么就亏80%了 色真的没劲 不可能啊 他合计了一下 又拿起那块小石头 左照照 右照照 凭他这么多年赌食的经验 怎么看里头都是白肉 里边能飘点绿花就算烧高香了 还满绿 陈吟了一下 代老板问那块大的多少钱 陈胖子赶紧说 咱们四个人每人30万 代老板想了想 30万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前面那块毕竟涨了 有前面那块垫底赔是赔不了了 他冲着薛总说 这块小的不过10万 我也要了 薛总刚想说话 代老板又说 10万不给我 那块我也不赌了 薛总苦笑道 代老大这是欺负人吗 但听得出来口气明显是同意交易了 付完款 张希急冲冲起身出去叫人抬石头上去 代老大说 那块小的先放在这里 只切大的 阿祥跟着张希走进屋里 看见那块黑乌纱已经被画好线 他微微皱了皱眉 没看任何人 直接抱着石头走出去 几个人也随着往外走 来到机器旁 阿祥把石头交给寸叔 回头对薛总说 老板 昨天晚上在面单没睡好 上午又骑了半天摩托 有点累 我想早点回去休息 薛总大手一挥 回去吧 明天按时上班就行了 薛总着实喜欢这个年轻人 干活本分 脑子聪明 不偷懒 代老板想叫住阿祥先别走 又一想 就没开口 阿祥走出人群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来到他那个除了喇叭不响 其余哪都响的摩托车 上车打火 一六音地出了院子大门 阿祥骑着摩托车左拐右拐 穿梭在马路上 快到城边都看到农田了 才钻进一条小巷 骑了不到五十米 来到一个双开门的大院子 下了车 阿祥冲着一楼正房大声喊道 我回来了 老爷子 在家吗 声音还没落地 中间屋子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干瘦的老头走了出来 这个老头各自估计也就一米五多点 七十多岁的样子 长得不太像汉人 额头有一个两寸多长的伤疤 目光精湛 一看就是混了一辈子江湖的人 兔崽子 好丧啊 我不喊你 怕推门进去看见少儿不移的场面 阿祥笑嘻嘻地说 随手把从车上拿下来的一个布袋子交给老者 老者随手把布袋放在院子里的茶台上 问 这趟顺利吗 不太顺利 多耽误一天 山君和政府军到处设卡 幸亏我会说棉语 人晒得也黑 不过盘查了好几回 山君缺钱啊 你以后少跑 容易出事 老者道 少跑 少跑 怎么给你挣房钱 你不知道你有多黑吗 老者伸手在刚坐下的阿祥头上扇了一下 否则就他那个身高 还真够不着 带回来几件货 老者问 五件 中午到的 现在切了三块 还可以 上楼看看你妈吧 回头再聊 阿祥答应一声起身上楼 这个院子里有一栋三层楼 每层都有五六个房间 外走廊 老头住一楼最大的一间 其余房间都用来出租 阿祥住在二楼 母子两人住了两间 阿祥三步并两步上楼 来到母亲的房间 轻轻敲了下门 屋里一个女生说了句 请进 阿祥推门进去 喊了声 妈 我回来了 一个中年妇女鞋靠在床边 正在看着电视 她面色苍白 身体瘦弱 眉宇间总有一团雾气 一看就是久病不治的样子 看见阿祥进来 妇人眼睛一亮 阿祥 你回来了 吃饭没 累不累 妈 我没事 我出去好几天 您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好不了 也死不了 妇人说着 起身下床 说 我去给你做饭 妈 还是我来做吧 您看电视 我先去洗把脸 说着阿祥随手掏出 带老板给的钱 双手递给妈妈 今天我切了块石头 涨了 老板给的红包 妇人拿过钱 放到衣橱里 说厨房还有点腊肉 青菜都有 让你师父过来一起吃吧 好的 我来坐 阿祥出门回屋洗脸 在走廊里 向下面大喊道 老爷子 晚上一起吃 别做饭了 一个小时后 阿祥在自己屋里放上小饭桌 四盘菜 一盆米饭 一杯当地的小锅米酒 他出去把妈妈和师父都喊了过来 三人坐下来开始吃饭 老头喝了一口酒 沉吟一下 说阿祥妈 有件事情跟你们娘俩商量一下 我最近几天要去缅国 估计一周左右时间 家里你们帮着看着就行了 师父 你都多少年没去过了 事情很重要吗 阿祥疑惑地问 阿祥别问 你师父的事你不懂 妇人说 妇人又道 欧叔 如果事情很麻烦 不如不去 离开了就离开了 师父慈爱地看着阿祥说 阿祥马上就二十了 总得有个好起点 妇人不说话了 单论感情 老头子对阿祥绝对不比自己差 三人默不作声地吃着饭 气氛有点压抑 这时 楼下一个人大声喊 阿祥哥 在家吗 阿祥起身说道 豆豆来了 他出门向下喊道 豆豆 上来吧 话音还没落下 只见一个十七八岁 身高足有一米八五的小伙子 猛地窜上楼来 进来后 看到屋里的人赶忙说 哦爷爷好 阿神好 夫人道 豆豆还没吃饭吧 坐下一起吃 谢谢阿神 我吃过了 豆豆边说边拿过一个小竹凳 爱着阿祥坐下 滔滔不绝地说 阿祥哥 刚才你怎么走了 你没看见后面切的那块石头 豆死了 那表现 那皮壳 几年都见不到那种表现的东西 结果 哈哈 哈哈哈哈 豆豆说着说着 憋不住自己又大笑起来 师父疑惑地看着阿祥 问什么石头 阿祥冲着师父说 今天拿回来的 黑乌纱 三十多公斤 一条二指宽的洋绿色带 绕了大半圈 卖了一百多万 说完 转过头问豆豆 怎么垮了呀 豆豆止住笑声 垮到底了 撕贴皮 一点没劲 连两毫米都不到 里面一半白肉 一半油青 重还可以 最多十万出头了 他又说 阿祥 幸亏你没切 交给寸叔了 一打开机器盖子 那四个老板 当时眼睛就绿了 那个陈胖子冲着寸叔 就一顿发火 说寸叔手气太差 今天都切垮三块了 都是几十上百万的 薛总站在边上 没敢说话 师父看了一眼阿祥 但没说话 这时夫人说道 你们俩可千万别玩赌食 有多少钱都得败进去 听见没 俩人连声说 不赌 不赌 吃完饭 师父下楼了 豆豆帮忙收拾桌子 阿祥服侍母亲回房间休息 他母亲身患多种疾病 不能太累着 又怕冷怕热 才四十多岁人 被病魔折磨得像五六十岁的人 俩人收拾完 下楼来到院中的茶台 坐下来开始喝茶聊天 过了一会 师父从屋里走过来 看着豆豆正滔滔不绝地讲着 这两田切石头的故事 二人静静地听着 偶尔插一两句话 日落西山 豆豆起身说要去上班 这是瑞宁市的一大特点 玩石头的 一般都工作到下半夜 师父看豆豆走了 问阿祥 那块石头你看出来了 阿祥说 我只是猜测 那块黑乌纱表现太好了 很难看到这种表现的石头 我仔细看了看 基本没机会 但对赌石的人来说 诱惑太大了 老爷子说 这些年 你也学了不少 但人心这东西是学不来的 不求有功 但求无果 抱住平常心 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阿祥嘻嘻笑道 您这位大神天天耳提灭命 我哪敢越雷迟一步 师父又说 你马上二十了 也该为以后的人生打算打算 不要总守着我和你妈 你混出名堂 你妈才能跟你想想福 阿祥站了起来 说 谨遵使命 我上楼看书去了 茶台您收拾吧 滚 兔崽子 师父笑骂道 回到自己的屋里 阿祥拿起一本教材 仔细阅读起来 阿祥的小学中学 都是在边境学校读的 成绩很好 后来母亲病重 家里立马断了生活来源 不得已 她十五岁就辍学出去工作 挣得少 母亲看病还得花钱 师父那边就靠房租生活 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她本来工作非常忙 时间又长 但她母亲一呼寻常的固执 硬逼着她自学文化课 几乎天天检查她的学习 只是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 才逐渐松下来 随着年纪的增长 阿祥也逐渐喜欢读书了 但地处偏远山区 书费却是她的一笔大开销 代老板四人吃完晚饭 谢绝了薛总去夜总会做做的建议 坐着商务车回宾馆 一顿饭山珍不少 但四人却吃得胃同嚼醋 不是输不起 这点钱几人还没放在心上 但那种感觉就是不好 就是不爽 太影响心情了 到了宾馆 张希提议说去洗洗桑拿 冲冲晦气 陈胖子和谭总欣然同意 年纪最大的代老板拿着那快六公斤的石头 却说你们先去 我回房间把石头放下 回到房间 代老板点上一根印 拿出手电筒 却没有照石头的想法 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回想今天那块黑石头的所有细节 阿翔这小伙子也太神了 那块石头完全被他说中 翡翠赌食有几百年的历史 无数人从失败到成功 再从成功到失败 总有一些惊艳的人物出现 我走狗屎运了 碰上一座大神 在赌食行 代老板算得上是大鳄了 甭说一般人 就是边境上一些国内和缅国的所谓赌食高手 也不得不佩服代老板的眼光 这东西有天分 但后天的经验更重要 他有钱 人家愿意把好东西给他看 给他赌 所以见得也多 二十几年的成功与失败 造就他业内大鳄的声望 在京城 顶级翡翠连锁店就开了三家 但还不是他的主业 只是喜欢翡翠而已 冥想了半个小时 带老板拿起那块六公斤的石头 打开手电筒 开始仔细研究起那块石头 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新发现 那个小伙凭什么说是满绿 切不切 告诉不告诉那几个人 他有点犹豫 切是一定要切的 留原时没意义 玩的就是心跳 而且今天发生的事让他有点懵圈 今晚要是不切开的话 一宿都别想睡觉 但不告诉那几个人 一旦出了满绿 最差也是几百万的东西 让人家知道了 显得自己太鸡贼 但是没储满绿 就要让人笑掉大牙了 他又想了想 起身拿起石头推门出去 带老板来到宾馆桑拿玉的大厅 喊过一个服务员 让他进去把张熙几个人叫出来 不一会 张熙 谭总和陈胖子穿着玉服走了出来 张熙刚要说话 带老板却抢着说 这块石头价格不高 我想今晚切了它 但不去薛总的店里 还不能让薛总知道 我们今晚把它切了 赶紧穿衣服跟我出去 张熙问 怎么了 今天手气这么差 明天不行吗 不行 必须今晚 带老板说 几个人互相看看 抬腿去换衣服 心到 还从来没见过老代这么心机火了的 出了宾馆大门 对面就是珠宝城 人生顶费 灯火通明 带老板却说 不在这里切 去瑞宁城里 打车来到瑞宁老城 拎着石头几个人下车 开始招肥萃加工厂 这时才晚上11点 街上人流不少 远远看到一个加工厂的门脸 带老板却走向斜对面一家夜宵店 其余三个人莫名其妙的也跟了进来 胡乱要了几个烤串 两瓶啤酒 三个人都看着带老板 等着他解释 带老板说话了 这块石头有点古怪 可能有点惊喜 我算你们美人一股 一会老陈去切石头 你脸生 记住多给点钱 但不许拍照 不许有外人 如果报了 给个几万分扣费 说着从手包里拿出两叠钱递给陈胖子 在这里玩石头 现金是硬通货 尤其是跟免国人交易 他们根本不认什么银行转账 微信支付宝更甭提 就愿意数现金 谭总有点莫名其妙 干嘛这么神秘 张希也说 那石头我们都看过 没什么特别的呀 带老板说 我也不知道 总之老陈按我说的做 现我画好了 就切一刀 老陈没拿钱 拎着石头走了 三个人倒没什么话说了 老陈走进店铺 店里就老板和一个伙计 老陈问 能切石头吗 老板正在玩游戏 抬头看了陈胖子一眼 说道 切一刀五十 这就算瞎要价了 老陈说 就切一刀 不过你把大门关上 别让外人进来 说着递过去三张百元人民币 老板疼得就站了起来 这是碰上大款了 不差钱 夜宵店里人气很旺 一桌桌年轻人 腰五喝六 在路串喝着啤酒 三个人坐在夜宵店里 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 一瓶啤酒打开了 还没喝完 刚吃完饭 要得烤穿根本没人动 张希问 带哥 那块石头白天你也看了 如果好 你应该先切它呀 带老板含糊其词回答道 当时我没看出来 后来觉得有点不对劲 分钱可以 但阿翔说的话 就不能告诉这几个人了 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果 以后告不告诉 看情况再说 老谭也疑惑看着带总 老陈回来了 是跑回来的 天气不是很热 挤不到老陈却跑得满头大汗 忽吃忽吃的直喘气 浑身肥肉一颤一颤的 他把石头小心放在桌子上 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看着老陈 老陈冲带老板哆了哆嗦 小声说 满色 什么 带老板和张希同时说 带老板是惊恶的语气 张希离得远 是没听清楚 谭总连忙打开袋子 往里一看 随手扒拉一下 目瞪口呆看着带老板 怎么会这样 老代 你神人啊 剩下的两个人也伸头往里看 抬起头 张希抬手照着自己额头连拍好几下 嘴里咋吧咋吧 不知道在说什么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不知道想说什么 老陈联喝两杯不知是谁的啤酒 坐在那里身体不由自主地发抖 不知是跑累了还是什么 多少钱都见过 但这种刺激还真没见 一块破石头扔大街上都未必有人捡 几分钟的时间 就价值连城了 太TM过瘾了 带老板也好不到哪去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带带发愣 不是满绿吓着他了 是那个有着阳光般灿烂笑容的小伙子吓着他了 老陈小声说 老板我给了两万 伙计一万 说这是一旦传出去 推大蛇 电砸了 带老板点了点头 老陈这个没老板也是刀枪剑雨中杀出来的 发狠的样子也挺吓人的 找间茶楼坐坐吧 带老板说着 起身就往外走 几个人来到住的宾馆 直接去茶楼 要了一个包间 茶水上来后 张希对服务员说 不叫你别进来 我们谈点私事 服务员出去把门给带上 门一关 张希连忙从编织袋中把石头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6公斤的石头切成了两半 切面白花花的 但能看出底子是绿色的 这是石头的碎屑造成的 只有抛光之后才能显出石头的本色 张希拿起茶杯往切面上倒了点水 随后用手抹了一下 一片翠绿映入大家的眼帘 水汪汪的 非常好看 带老板拿出自己的手电筒 钢贴在切面上 沿着手电筒往上半尺的高度 全被绿色所笼罩 形成一个云雾状的绿色圆柱 太好看了 张希忍不住大叫道 这得多少钱啊 老陈说 赌石店老板说过签了 谭老板却说 一千万指定不卖 他也是行内高手 主业就是翡翠 这样的镯子你能看到多少 谭老板问老代 六百万网上 起货的话 一千万都是他 谭老板点点头 跟他估计的差不多 诺兵种 免很少 不够正阳率 偏黄了点 面上两条镯子 还能切两刀 再算一条 其他牌子花件算算 两千五到三千万吧 我卖出几专列的煤 才能赶上这块小势头啊 老陈拍着大腿说 张希冲着老陈说 快别提你的煤了 丢人 陈胖子又说 你没看见打开机器盖子的时候 那个店老板眼睛瞪得 跟牛眼睛差不多 我真害怕他回头 拿把刀子把我捅了 估计他这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 陈胖子感叹道 这赌事真刺激 比跟女人上床还刺激 我到现在还哆嗦呢 张希坏笑道 老陈 身体可以啊 这么长时间还没S完呢 几个人哄堂大笑 七嘴八舌 四个人根本停不下来 虽然都是中年人 风风雨雨见的多了 但这么刺激的事 还是第一次遇见 十万博出两千多万 天方夜谭啊 就算老代 谭老板这样 在行业浸润多年的老手 别说没见过 听说的都有限 江湖上那些传言 根本当不得真 谁谁切个一夜暴富 挣了几千万 几个亿 那都是传奇故事 只能当故事听 没法当真 真正的玩家 无论输赢 都不愿意把事情 弄得沸沸扬扬的 财不外露 是华夏人的本性 就像今天他们切石头 也是偷偷摸摸地切 赌石涨到五倍 就算大涨 这次是二百多倍 谭总定了定身 问道 老代 怎么看出来 这块石头与众不同 你的水平是比我高 但没高出这么多吧 那两个人 听谭老板这么问 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代 老代苦笑地道 我哪有那水平 我要说有人告诉我的 你们信吗 信 信 老陈和张希 一口同声地说 谁这么深 他不但看出来了 这块石头 前面那个黑乌纱 他也看出来了 他还劝我 不要堵那块 老代现在说不上是落寞 还是兴奋 只是感觉到很疲惫 啊 三人惊叹道 到薛总店里玩石头 也有五六年了 接触他也不少 但他从来不评价石头 还算我这个人够厚道 总算结了个善缘 阿祥 不可能吧 他才多大 谭总猛地想起来了 谭总每次都和老代来锐利 在薛总店里 除了薛总 接触最多的就是阿祥 和那个姓村的歹族人 薛总指定 没看出这块石头 否则他自己就切开了 姓村的那个歹族人也不可能 就平时喜欢多嘴的毛病 他也就是个棒锤 是他 代老板随后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 哎 第一 这次得包个多大的红包给他 第二 以后如何跟他交往 大家都是股东 给点建议吧 三个人脸一红 这股东当的 一分钱没掏 一晚上入手上百万 代总也想通了 告诉几个人 阿祥的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阿祥认的是他老代 那几个人想跟阿祥接触 离不开自己 谭总自言自语道 红包给少了 显得咱们不正义 营乡以后的交往 但给多了 怕他不敢收 毕竟才十几岁 还有一个是旺说了 阿祥不让我跟外人说 他跟我说的话 当然 你们不算外人 这个人情老代不想放弃 张希说 代哥 阿祥这么小的年纪水平这么深 我觉得吧 后面指定站着高人 不如我们去他家里看看 也许有些事他还做不了主 陈胖子赶紧说 我觉得张希的主意好 看看情况再说 反正不差一天半天 谭总想了想说 明天白天我们还去薛总那里 反正他答应明天给我们找改口料 张希抽空去问问别人 阿祥家里的情况 别让薛总知道 晚上去阿祥家里 这也算有地方使 老代沉吟了一下说 就这么办 今天的事大家要守口如瓶 千万别露了风声 也许将来阿祥能帮我们很多忙 回去睡觉 今天太累了 老代说 张希清叫道 别呀 代哥 出去再喝点 庆祝一下 我回去指定睡不着 要喝你跟老陈去喝 我也回去睡了 这种事情多看几回 我就可能高血压直接爆表了 谭总起身伸了个懒腰 结果两人喝酒 两人睡觉 瑞宁的初春天气非常好 不冷不热 很少雨水 只是这地方早晨太阳升起的比较晚 将近八点天才放量 瑞宁的翡翠原石市场分为几大块 早市 夜市 店铺 宾馆 早市八点就开 巨大的简易棚子下面 一个个柜台一字排开 足有上百米 不到九点就人声鼎沸 喧闹不止 全国90%以上的翡翠原石都在瑞宁交易 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玩家都会汇聚到这里 找寻这一夜暴富的机会 早市一般到12点就结束了 下午2点到5点是宾馆营业时间 像友谊宾馆 瑞宁宾馆的每个标准间都是一个小店铺 桌子上 床铺上摆的都是翡翠原石 大部分的货都是表现比较好的 夜市在站前大街边上 规模较小 货品鱼龙混杂 而且严重影响交通 市民意见很大 翡翠店铺一般都在10点多才开门 外地客人这时候一般都在早市晃荡 很少去店铺看货 来到店里不外乎就是打扫卫生 昨天晚上用过的茶杯茶壶 满地的烟蒂 一堆喝半瓶的矿泉水 大小不一的石头 废料 都得收拾干净 摆放整齐 说实话 翡翠原石是一个很脏的行业 阿翔干这些已经轻车熟路了 他算个公投 寸书也是 领着几个当地人和免答案人 每天的工作就是切石头 往外地发货 这个工作很忙 不但外地人来赌石切石 本地人 免答案人兴趣更大 包括他的老板薛总 这里报复的传说太多了 由不得人不疯狂 但每年都有赌事跳楼的 豆豆是他的手下 当地的汉人 仗着人高马大 虽然时常闯祸 人倒实在 他跟阿翔关系最好 收拾完卫生 几个人就坐在棚子下面闲聊 薛总一般十二点多才来 晚上工作到十二点左右 也是很辛苦的 老代四人来的时候 薛总还没有到 阿翔请几位老板上二楼办公室喝茶 两个小缅妹也跟着帮忙 缅妹长得很好看 身材也好 时机 二十左右岁的年纪 在这里 免答案女人要是能嫁给华夏人 就是太幸福了 刚坐下 阿翔熟练地沏着茶 老代低声说 谢谢你 阿翔 阿翔一愣 笑着说 我也好几年没碰上过这样的东西了 你有福 几个人灰心一笑 这小伙子太会说话了 闲聊几句 阿翔给薛总打电话 告诉他带老板来了 薛总说他正在装石头 一会就到 不到二十分钟 院子响起汽车喇叭声 阿翔说 几位老板 该口料到了 现在看吗 老代说 下去吧 几个人下楼 看见工人正在从一台越野车上往屋里抬石头 看着那辆崭新的奔驰450 张希笑声说 妈的 最少那四个轮子是我贡献的 陈胖子说 昨天他就该挣了半台车 老代撇了撇嘴 你愿意送啊 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打过招呼 几人又来到一楼的屋子 六七块石头都摆在茶台上 薛总边欺查边说 都是该口料 适合盘货 性价比都可以 四个人坐了下来 这种该口料 才是老代和谭总这次来的主要目标 所谓该口料 就是将翡翠原石一切两半 将切面抛光 里边的翡翠肉质一目了然 虽然还有大部分被风花皮包裹着 要完全切开做成成品 还有一定笃性 但对老代谭总这种老手来讲 基本不算问题 这种料非常适合那些做翡翠成品店的老板 加工成成品 价格相对便宜很多 但要是店的规模不大 也没法玩这种东西 一是投入太大 二是一种品项的东西太多 不好出手 那些小门小户的 只好乖乖地去广东 让加工厂狠狠地赚上一笔 二人拿出手电筒 开始仔细研究起石头来 这是个水魔功夫 需要仔细算账 种好不好 水长不长 色正不正 一块石头能出多少东西 出的每个成品价格怎么样 都要仔细算 否则买回去出了成品 达不到要求或成本太高 就是自己无能 怨不得别人了 张希和陈胖子去兴趣寡然 他俩喜欢堵石的刺激 张希对陈胖子说 出去溜达溜达 陈胖子高兴地说 走 找免答案小妹聊天去 这会儿没其他客人 一群人都在棚子下面聊天 张希走过去对阿翔说 阿翔 过去帮你带个斑斑石头 那几个老头搬不动 阿翔笑着答应了一句 抬推走了 陈胖子向来昏速不济 问其中一个小棉妹 阿平 有没有男朋友 我把张总介绍给你怎么样 不但年轻 钱还多 你不知道吧 他床上功夫还好 一句话逗得众人都大笑起来 张希急头白脸地说 我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你试过呀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时间慢慢过去了 下午三点 老代和谭总终于谈完了 所有众议的原始 每个人都花了两百多万 这只是他们行程的一站 还有好几家要去看看 薛总有点郁闷 以前满绿的东西放在这俩人面前 只要品质好 价格高点都会要 这回有两块满色 俩人简单看了一眼就没再说话 价格都没问 出了大门 张希问 回宾馆吗 回 当着薛总的司机 几人说话不方便 走进宾馆大门 老代说去茶楼要点东西吃 灌了一肚子茶水 有点饿了 几个人坐定 要了一壶茶和几盘点心 张希见服务员走了才说 基本问清楚了 阿祥大名叫楚天祥 不是当地人 但户口在瑞宁 没父亲 跟母亲一起生活 住在城边一个私人房产里 他母亲常年生病 薛总每个月给他开三千元 但花效很大 生活拮据 喝了口水 张希又说 那个叫痘痘的说 阿祥的房东是个老头 阿祥管他叫师傅 具体是干什么的也说不清楚 我也没太敢深问 老代看了三人一眼 说怎么办 陈胖子说道 买点礼物拜访一下总没错吧 老代沉吟地说 没那么简单 学了一身今天的本事 却深藏不漏 你以为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 有那么大的城府 张希年轻 脑子快 他对老代说 代哥 我们就是感谢阿祥一下 考虑多了容易患得患失 老代心里已经 猛然醒悟 呵呵 照相了 这两天让阿祥的经验 整得有点迷糊 想得太多了 实际就按正常交往 老代也有信心 凭自己的人品 与阿祥相处得更好 绝不对比现在差 他马上就说 去买点礼品什么的 别太多 先订给阿祥300万吧 等于按照瑞宁10%的行规来 谁也说不出来啥 张希和陈胖子去买礼物 两个年纪大的回房休息 暂定晚上去阿祥工作的巷子口 堵阿祥 几个人都不知道阿祥家住哪里 傍晚 在宾馆叫了一台车 来到阿祥工作的巷子口都没敢下车 四个人有点做贼的感觉 怕被薛总店里的人认出来 六点出头 阿祥骑着他那辆破摩托出来了 他们开车跟过两个路口 才摇开车窗与阿祥打招呼 阿祥看见是带老板四人 倒霉疑惑 笑着打过招呼 听说他们要去自己的家 有点差异 随后也欣然明白 估计这几个老板要找自己谈谈 店里不方便 阿祥自己也想问问那块石头的情况 摩托车在前 汽车在后 不到十分钟 就到了阿祥家里的大院子 四个人下车拎着几件礼品 随阿祥上楼 走进阿祥的屋子 走在前面的老袋一惊 总共十几平米的房子 半面墙是一个简易书架 足有四五米长 从低到顶棚 满满的全是书籍 后面的三人进来也是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这小子不是切石头的吗 怎么这屋里的人像做学问的 阿祥摆开小饭桌 搬过几个竹凳 抱歉地说实在不好意思 家里简陋 让各位老板见笑了 我去给各位沏茶 几个人寒暄着 老袋走到书架旁 仔细看了看 各种教材 京史类的书占了一大半 还有一些珠宝玉器方面的 小说也有不少 但不少书一看就是很老很久的 应该是旧货摊上买来的 老袋竟然看到一本资本论 这书怎么逃来的 阿祥 这些都是你看的书吗 老袋问 都是我看的 戴总 小时候家里穷 我妈身体又不好 只好辍学挣钱 挣那点钱除了给我妈买药 都变成书了 小时候我要不读书 我妈能打死我 呵呵 阿祥啰嗦着 把七好的茶放在桌上 推给几个人 你十几岁上班的 张希问 十五 初二 后来就在家自学 都是我妈教我的 教到高中 后面大学的课程 就在网络上学了 不懂在网上也好问 我妈这两年身体越来越不好 不过学习不用她操心 我现在也喜欢看书 这几个人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阿祥 边陲地区除非特殊 一般人家的小孩 初中毕业也就走上社会了 父母稍微操淡点 连初中都不会让孩子念的 赶紧出去挣钱 十五六岁打工的遍地都是 因为现在国家强制推广 医物制教育 才慢慢好起来 阿祥 有朋友来吗 门外传来说话声 阿祥妈妈出现在门口 四人连忙站起来 转身冲着门口望去 只见一个中年妇女 站在门前 身体消瘦 苍白的面孔 头发已经有些发白 衣服很旧 但干净整洁 阿祥 是你的朋友吗 妇人没看儿子 却紧紧盯着这几个人 从穿着打扮看出来了 这几个不是普通人 妈 这几位老板是店里的客人 来家里看看 几位老板 这是我妈 阿祥随口又介绍给几位老板 阿祥的妈妈 见了几个人的穿着打扮 眼中金光一脸 随后面带慈祥 身体微轻 实力说 几位都是有身份的人 贵族踏剑的 惶恐了 孩子顽劣 哪里有不到的地方 敬请几位先生谅解 老代有点头晕 这女人要没有来透 打死她都不信 就这份举手投足的文雅 就这份气质 绝对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那种骨子里的高贵 已经融入血液里 就是自己家族里那些 七大姑八大姨 让他们飞扬跋扈 绝对在行 在外人面前 这样不卑不亢 绝对做不到 老代连忙事里说 夫人见笑了 不请自来 阿祥帮了我们一个忙 我们几个是专程上门致谢的 这时陈胖子拿过礼物 走到夫人面前 双手递了过去 说一点玻璃 不成敬意 让几位先生破费了 夫人点头说 却没接礼物 阿祥赶忙接过礼物 她也有点懵 从小到大 她从来没见过母亲 这样跟人说话 如果几位先生 有什么需要阿祥的地方 敬请直说 但是就怕她年纪不大 能力有限 恐耽误先生们的大事 你们聊 我身体不大好 就不多陪几位了 说完她就转身出门 阿祥赶忙上前 扶着母亲送到了她的房间 四个人互相看着 心中起了同一个念头 这女人不简单啊 刚开始戒心很重 后来不卑不亢 举手投足间 宛若大家闺秀 这次来阿祥家 惊喜或者叫惊奇 似乎有点太多了 这倒更加激起 几个人的好奇心 阿祥回来 老代试探地问 阿祥 你妈得的什么病 怀我的时候 受过很重的风寒 后来心脏也出了问题 怕冷 怕热 更不能累着 阿祥常年与母亲生活 对目前的状态习以为常 倒不觉得几位老板 想故意打听什么 阿祥问 戴总 那块石头切了吗 它是理论和经验都有 还有独特的手法解读石头 就是自己没赌过 少年心性 也想知道自己的判断 对不对 事先说好的 问题都有老代一个人问 但回答问题谁都可以了 不让陈胖子说话 他能憋死 抢着说 阿祥你真厉害 真是满绿 谭总又解释道 我们在瑞宁老城切开的 没人知道 种水怎么样 阿祥又问 话一枚落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小兔崽子 下来坐鱼 阿祥赶紧冲着四个人抱拳 我师父回来了 我去看看 马上回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阿祥跑上楼来说 我师父请几位老板到楼下坐坐 四个人是抱着 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 下楼来到了院中的亭子里 亭子里的老者站起来抱拳说 老头子姓欧 不知几位如何称呼 一副江湖做派 几个人赶紧介绍自己 充人家的年纪 也得尊重一些 老爷子回头对阿祥说 去把鱼做了 你跟你妈先吃吧 我跟几位老板谈谈 阿祥答应一声 充几个人点点头走了 老爷子问 几位老板是做翡翠生意 还是玩玩儿 老代回答道 我跟老谭是做翡翠生意的 有几个小店 陈总是开矿的 山西人 这位年轻的兄弟 是做电子产品的 老爷子听出来话外音了 真是展示实力来了 几个小店 怕是每个店 都是上千万的规模 开矿的更别提 每天进出的资金都是海量 电子产品一条流水线 就是几千万 这几个人的身价 最少都是大几千万的 寒暄几句 逐渐进入正题 我听阿祥说 你们堵出一块满绿的料子 老爷子问 老代微笑着说 我们就是为这是来的 不瞒您说 我们几个眼镯 那块料子没看出来 阿祥跟我关系不错 认识好几年了 相处很融洽 他私下告诉我的 他喝了一口水 又说 实际上阿祥告诉了我两块料子 一块能赌 一块不能赌 我也是好奇 所以两块料子都切了 结果跟阿祥说的丝毫不差 满绿那块大概值个三千万 我们过来就是想跟阿祥的长辈见见面 我们知道行业习惯和规矩 我是担心阿祥年纪太小 钱太多了 他把持不住 我们还听说阿祥的母亲身体不好 我们几个还有点人脉 去京城 去护上治病 我们都能帮上忙 钱不是问题 这也是我们过来看看的原因 漂亮话让老代说绝了 老代是发了狠 要结交阿祥这个年轻人 师父陈音伴赏 说几位老板都是性情中人 我替阿祥谢谢你们 过两个月他就满20岁了 就要出途自己闯世界了 我老了 能帮的我都帮了 以后什么样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你们不说 我也不问 但我心里明白 你们来的目的 阿祥手艺不错 心地善良 以后多照应照应他 尤其是你带老板 以前他跟我提过你几回 但是还是要把丑话先说到前头 如果你们几位大老板 哪个人伤害到这个孩子 别说在这个行业干不了了 后果比这还要严重得多 师父刚开始还挺和蔼 结果越说口气越重 脸上的伤疤已经被憋得暗红了 几个人倒没在意老头的警告 谁和钱有仇啊 缺心眼啊得罪财神爷 老爷子最后说 你们走吧 明天拿200万过来 前面的事就算过去了 四个人连忙告辞 这老头气场太大 几个人喝起来都压不住 夜幕降临 阿祥已经去上班了 老爷子和阿祥母亲坐在亭子里 正谈着阿祥的话题 哦叔 非得让阿祥走出瑞宁吗 妇人还是有点担心地说 阿祥妈 你们不是大山的子民 这里不是你们的家乡 我们娘俩流落到这里 我早把这里当成家乡了 阿祥还年轻 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就希望你儿子一辈子困手在这穷乡僻壤 一事无成 外边大好世界才是他的舞台 他的人生注定会丰富多彩 他会让无数人为他喝彩 为他顶礼膜拜 你会因为你的儿子骄傲 这难道不是你多年的坚持吗 听着这些话 阿祥的母亲脸上泛起了潮红 既辛酸又兴奋 谁这么夸自己的儿子 做母亲的都会感到高兴 小时候不好好学习 你打他 在外边打架 打输了 我打他 你以为他那一身功夫怎么来的 这孩子聪明 有毅力 心地善良 与人为善 而且现在国内是和平时期 不像免大人整天打仗 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点你别担心 我别的本事没有 从小就在翡翠行里混 然后开始跟政府军 各种势力开打 枪林弹雨半生 五十多岁被逼着离开 免丹恩 家破人亡 来到瑞宁 我收留了你们娘俩 说阿祥是我徒弟 不如说你们娘俩才是我的救命恩人 没有阿祥 我可能早就死了 回想起那些日子真的是生无可恋啊 老爷子说着说着 泪眼不止 哦叔 过去的事您就别挂在心上了 阿祥早就把您当亲爷爷看 阿祥妈劝慰道 楚秀 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配得上你的姓氏 而不是在这里一生默默无闻 我这一生困苦不堪 我担心孩子走我的老路 阿祥妈哽咽道 阿祥妈 赌食这行 阿祥没有对手 无论是国内还是免丹恩 你以为你欧叔是吃干饭的 阿祥唯一缺的是阅历 这个没人能教他 只能他自己去悟 今天来的那几个人不错 尤其是那个姓黛的 否则阿祥也不会在我面前几次提起他 而且我观察那个黛老板 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翡翠商人 阿祥需要一个平台 我来跟那几个人谈 一个切石头的小子 突然变得太厉害 太惊艳不是好事 瑞宁太小 离免丹恩又太近 这里鱼龙混杂 靠阿祥自己绝对不行 我原来准备徽免丹恩也是给阿祥找找后台 现在看还是时机不对 同样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进行着同一个话题 老代四个人坐在一家饭店的包间里 也在谈论着阿祥的事情 今天的经历 给了几个人太多的惊奇 不交流一下 能憋死人的 张希问 戴哥 您觉得阿祥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看绝不简单 老代说 绝对是大家族出来的 这种家族的孩子 从小就接受严格的礼仪教育 行动坐卧 举止言谈都有严格的要求 很残酷 孩子长大了 这种教育就会融入到骨子里 一生不变 而且这种教育绝不仅仅是家族有钱就能做到的 还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每隔几代人的沉淀 是做不到的 老代边说边轻轻地摇了摇头 陈胖子说 可是这样的人怎么到瑞宁来了 老代说道 来瑞宁的内地人到这里淘金 哪个没有故事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谁愿意被井离乡 陈胖子追问道 带哥 您觉得阿祥妈是什么原因来的 胖子有点八卦了 老代脸色一紧 一脸寒霜地说 陈正生 我警告你 少打听 每个人来边境讨生活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些能对人说 有些不能对人说 这是逆临 容易结仇的 陈胖子善善叨叨 带哥放心 我绝不多嘴 谭总解释说 老陈也就是那么一问 陈胖子赶紧查开话题 那个老爷子绝对杀过人 那种眼神我见过 当年抢煤矿的时候 那种眼神见多了 张希说道 杀不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是和平年代 我们只求财 谭总说 真让张希说着了 阿祥后面站着两个大神 这以后怎么跟阿祥合作啊 老代说 问题不大 今天阿祥师父已经吐口了 我也把话说到位了 那个老爷子是个人精 明白我们的意思 主要还是条件 不过 我还得跟老爷子谈谈 阿祥的水平到底到什么程度 这也决定我们 以什么样的态度与他合作 有些细节我没告诉你们 那快切垮的黑乌纱 阿祥说 至少垮掉80% 结果120万的东西 剩下不到20万 那快满色的 他说是诺兵种 绝对倒不了兵种 出来就是诺兵 你们说 这是不是有点逆天了 三个人目瞪口呆 陈胖子不甘心地说 这小子不会有特异功能 偷实演吧 张希写了陈胖子一眼 你赌食小说看多了吧 谭总略有所思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 确实有点说不通 这不合常理啊 真正的赌食高手 我们也见过 不过就是根据皮壳的表现 和多年赌食所积累下的经验 来预测一下 还没有人敢把话说这么死的 老代苦笑道 你们知道我这两天 怎么过来的吗 说完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满脑子都是阿祥说的话 想的都是那两块石头 却怎么都想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谭总说 不应该呀 如果阿祥和他师父 都有这样本事 怎么还窝在那个破大院 苦啦啦的生活 陈胖子干净说 是啊 是啊 这要是我 随便切块石头 早就换大别墅了 再找两个漂亮的妹妹伺候着 张希笑着说道 陈胖子 你也就这点出戏了 谭总又说 他们真有可能 像老代说的那样 既又不能说 又不能做的苦衷 张希疑惑了 这里天高荒地远的 即使做了 谁又能知道 陈胖子终于找到反击的机会 你这个小同志斗争经验不足啊 如果一旦结成死仇 就算是你跑到天涯海角 都可能被仇家找到 老代和谭总玩耳一笑 这几个人都是人精 否则也不会挣下破天的财富 猜测的虽离事实不太远 但事情的复杂程度 牵扯之广 远非他们能够想象到的 老代说 明天我一个人过去送钱 不是不信任诸位 只是担心人太多 老爷子有些话不方便说 但是请大家放心 如果能谈得下来 我保证利益均谈 说完还拍了拍胸脯 要说老代没私心是不可能的 阿祥与他关系好 在可能的情况下 他还是想和阿祥单独见面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 戴东 48岁 戴是家族投面人物 戴家是京城的大家族之一 起源于早年的戴家老爷子 戴家老爷子几十年涣海沉浮 现已故去 但家族后来很是出了几个经验人物 在某些领域都有很重的发言权 戴东主要负责家族商业运作 家族商业布局主要以轻工行业为主 有三家上市公司 奢侈品 化妆品代理了国外几个顶级品牌 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 戴东目前的状况不太好 家族年轻一代夺权势头非常猛 而且下面各个公司都有自己负责人 他这个总负责人话语权越来越小 只是因为他喜欢翡翠 京城三家连锁店 这一亩三分地还完全在他手里 但每年也就几千万的利润 上交家族后剩不下什么东西 在家族里 哪一只出了头 哪一只就会在商业上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要想让庞大的家族立得住 不被人吞掉 没有台面上的话语权绝对是天方夜谭 所以 家族人士更替更多的是看血缘的远近 利益分配都是赤裸裸的 不幸的是 戴东这一只在十年内是没什么希望了 不出所料的话 一旦戴东下台 他这一只逐渐就会被淡出家族 变成路人甲了 如果这次能够咸鱼翻身 就会是另一番田地 有钱也会有话语权 但这种有钱是以异计的 谭总 谭辉 47岁 翡翠商人 人品断正 厨师精明 在京城开有六家连锁店 因为是同行 他跟戴东很早就认识 陈胖子 陈正生 45岁 山西梅老板 年轻时是个狠人 现在也算是事业有成 几个煤矿日进斗金 矿山有职业经理人管着 财务人员都是家里人 所以他几乎成年累月都在京城炮着 他是在京城一个会所里认识的戴东 戴东身上的官方身份 让陈正生主动贴上来了 戴东见他人还算仗义 也就结交下来 张熙 京城人 也算官X代了 但早年家里老爷子官不大 名声不鲜 现在也没什么可以依靠的 自己留学回来开了公司 主要做电子产品 算是依靠自身打拼成功的典范了 全世界商品级的翡翠 只有缅达恩有 大华下去的是美观念 对翡翠的推崇 使翡翠的价格居高不下 更深刻影响着周边小国 多年的民族矛盾 使缅达恩非常混乱 翡翠产地更是各方势力 山君争夺的重点 所谓的山君就是缅达恩的少数民族自治组织 而且这种自治组织不是一个 而是十几个 几十年的利益纠纷 使双方都筋疲力尽 现在翡翠产地在政府手里 采矿属于不同的私人公司 要给政府交很大一笔钱 才能拿到牌照 开采的原始卖出去 还要交30%多的税 所以偷运偷税就成为常态 像阿翔那种 在缅达恩收获拿到内地 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 不但政府要查 那些北部山区的自治组织也查 幸运一点的给点钱就能过去 运气不好人扣留 或没收 血本无归 下午两点 戴东打了个车 如约来到阿翔的家里 这个点已经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静院他就看见老爷子躺在躺椅上 板眯着眼 他快步走上前去轻声说 欧叔 我来了 老头睁开眼 看了一下说 来了 带老板 坐 坐下后 戴东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着的银行卡 说 两百三十万 两百万是说好的 三十万给阿翔母亲看并用吧 我的年纪怎么也算他的长辈了 护名密码都在纸上 老爷子卡巴卡巴嘴 没说出话来 心里对戴东印象又好了几分 这是做的讲究 戴东又主动拿过茶壶 边欺茶边对老爷子说 阿翔有这么好的本事都是您老的功劳 但他学好了本事总得施展吧 我自认为还算是有点能力 在京城也还算混得开 所以我打算跟阿翔合作 您老有什么想法 我们也俩可以开诚不公地谈谈 另外 我有点好奇 阿翔的赌食水平到底有多高 问这个没别的意思 只是我也赌食 自认水平不差 平时没服过谁 但这次是真的看不明白了 话说完停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老爷子又接着说道 如果您觉得不方便说 也无所谓 不影响我同阿翔的合作 这可能牵扯到老爷子的隐私 你打探这个干什么 一旦有误会 也许就是生生死死的丑 老爷子看着带东 突然问道 你不是个简单翡翠商人吧 带东吓得一哆嗦 苦笑道 满不过您老的法眼 我是家族的商业代表 但这次合作 我只代表我自己 跟家族没关 他随后低身往前探了探身子 阿翔嗓音说 我爷爷是戴XX 老爷子身体猛的一震 显然这个名字他听说过 带东昨晚回去考虑了很多 第一就是自己的底细 早说要比碗说强 早说是个砝码 能加重自己在这边的重量 毕竟这个社会还是官本位 第二就是连带的问题了 一定要说明是自己和阿翔合作 而不是家族 那么庞大的家族 和一个小破孩儿合作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小破孩估计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 阿翔后面的两座大神 不会看不到风险 合作机会等于零 老爷子沉吟半赏 慢慢地说 谢谢你能这么开诚不公 老人家口碑不错 我父亲见过你的爷爷 带东也有点惊讶 欧叔出身不低啊 即使是华侨精英 没点身份 还真见不到爷爷 你能拿出多少资金 或者你们 这是把那三个人也包括进去了 老爷子问 带东思考了一下 谨慎地说 几千万没问题 再多就要商量一下了 老爷子又问 出货渠道你们有吗 瑞宁的不算 广东的我和谭总都熟 没问题 堵石切开 要么都做成成品卖掉 要么直接卖石头 这都需要时间 尤其成品 市场消化的时间更长 所以 翡翠行业绝对是个压钱 能压死人的行业 主要是这东西 不像黄金那样变现快 带老板 你看怎么个合作方式 欧叔 您叫我小带就行 可别叫带老板 我是这么考虑的 在瑞宁成立一家 专营翡翠的公司 专门收翡翠原石 收原石主要以阿湘为主 我们也可以打打下手 合适的就买下来 然后拿到广东卖出去 那里大老板多 只要品质好 多少都不够消化 我们这边股份按出资比例 当然阿湘是以技术入股 多少商量着来 我看可以 嗯 阿湘出资200万 加上技术入股 占60% 你们出5000万 占40% 至于你们内部怎么分配 我不管 公司经营两年以后再说 老爷子坚定地说 还有一个条件 阿湘两年内不许去免答恩 这是死要求 带都蒙了 搁谁谁都蒙 这是什么条件啊 5000万只占40% 200万的到占60% 就算你本事大 技术高 那玩意毕竟有风险啊 谁能保证赌一回赢一回 几百万的石头 切完直接扔大街 不是没见过 5000万也不够垮几回的 问题是真金白银 都是自己这边出的 真要像陈胖子说的 你阿湘有透视眼也行 问题是你没有啊 就这条件要是拿回去 和那几位一说 那几个人还不得把他吃了 是不是他老代在里头藏了多少猫腻 带东想说话 又不知道说什么 心想要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叫他们几个一起来呢 这回可好 现在自己可有点里外不识人了 看见带东有点吃瘪的样子 老人会心一笑 小代 有个故事我给你讲讲 有点长 耐心听听 您说 您说 带东有点回不过神来 我母亲是勉大恩吐司的女儿 家里势力很大 祖上早在清朝 就是才华翡翠的 那时候 人们没有手电筒 你知道靠什么来判断 势头好坏吗 带东还真不知道 他刚学赌食的时候 就是用手电筒 还真没想过 没了手电筒 怎么看势头 他摇了摇头 老人说 用手摸 每一寸每一寸的摸 用手感来解毒势头 通过杀力大小 坚硬程度 温度细微变化 来判断里边肉质的好坏 当时交通也不方便 赌食只在很小的范围流行 几代人过去了 这种摸石头 鉴别翡翠的方法 却形成了一整套经验 但准确率很低 大概在清朝中期 应该在那时候 矿区出了一个天才 靠手摸能准确地判断出 原石内翡翠的品质 准确率非常高 一时成为整个矿区的传奇 你想象一下 那时开采不易 切开不易 运出来更不易 这些都需要人工和时间 有这么个人 等于省下了多少银子啊 结果 悲剧发生了 各个矿区的部落开始打仗 都是为抢夺这个人 死了很多人 混战几年 这个人也被打死了 各个部落也就没有了 再战的勇气 可是愁却结下了 那个天才的手艺 也没有完整地传下来 老人叹了口气 接着说 无独有偶 到了民国初年 逮家刀杏大族出了个七才 一手摸原石的手艺 修炼的据说出神入化 百发百中 当时赌士已经非常风行了 但此人名声不鲜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而刀家族长靠着他族人 这门惊天绝技 仅用十年的功夫 就成为飞升国内 东南亚一带的翡翠大王 积攒了几辈人花不完的财富 富可敌国 你要稍微懂点翡翠历史 就应该知道这个人 而他靠什么起家的 却是个秘密 戴东有点听入迷了 点了点头 表示他听说过这个人 随后问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老天眉眼 这个奇才后来在免 达恩得了瘟疫而亡 不到四十岁 老人感叹道 再后来 有了手电筒 赌食入门开始变得简单了 这门手艺很少再有人在学 七 八十年代 国内有个人也出亏门槛 准确率也很高 就这也成就他赌食大王的美誉 现在如果这人还活着 应当有九十高龄了 老人喝了口茶 眼神迷茫 欧叔 您是说阿翔现在也会这个记忆 戴东有点激动了 他至少比那个什么赌食大王强 至于敢不敢的上刀家儿郎就不知道了 戴东手抖的有点厉害 心跳的自己都怕一张口心就蹦出去 心道 这TM的就不是赌食 这就是抢钱 恩不对 这是捡钱 也不对 捡钱还得低头弯腰啊 这是要发大财的节奏啊 远的不说 就说那个姓刀的 一个月才能有多少石头看 现在矿区的原始产量 一个月等于过去二十年的产量 哪家公司要没有几十台价值几百万的挖掘机 都不好意思出来 不去免答应就不去免答应 国内的原始还看不过来呢 甭说欧书开的这些条件 就是在苛刻点条件戴东也会答应 想到这里 戴东有点拨开云雾剑彩霞的感觉 想到这儿 他又向老爷子问道 欧书 我们在赌食的时候也时常摸石头 怎么没啥感觉 这是免人在这个行业里的最后一点尊严了 入门的时候有些经验 故老相传 普通人能读懂百分之十就算高手了 再往上走就只能靠天分了 戴东不再问 这就是所谓的密集了 关于阿翔的这门手艺 人知道的越少越好 因为这门手艺太逆天 几百年就出了两个人 还都死得不明不白 我不想阿翔走上他们的老路 这点是我最担心的 您放心 欧书 以前是战乱 现在是和平年代 不会有什么风险 实在不行也可以及时收手 戴东归劝道 戴东虽然这么说 但他也知道 一旦国内那些翡翠大恶门 或者其他行业的生猛人士知道阿翔有这项本事 明强暗夺 武枪弄棒的事少不了 谁掌握了阿翔 谁就会挣来天文数字的金钱 由不得人不动心 这里还靠近免答案 那些山君手里可有海量的翡翠原石 越飞风高来个绑架都有可能 这些山君天性生猛 没什么道德底线 老爷子考虑得很对 还有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阿翔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有了合适的机会 他们娘俩还要回归故里 有需要的时候 你还得多帮忙 没问题 欧叔 分内的是 我感觉阿翔他妈应该是南方人 哎 到时候让他自己告诉你吧 戴东想了一下说 欧叔 过两天我们就回京城了 既然说定了 我想让阿翔早点出来 如果要开公司 在开之前琐事肯定不少 不如现在就让他多跑一跑 先历练一下 这样也好 晚上我跟他谈 也许是做的时间长 有点累的原因 老爷子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阿翔是我后半生的心血 你们多爱护他 说完 默默地向屋里走去 明天上午我们过来 戴东能感受到老爷子此时此刻的心情 目送老人进了屋 他也立即起身回去 那三个人现在还不知道 起成什么样子呢 就这条件 阿翔师傅提出来的 大家讨论一下吧 戴东说 戴东解释道 亲兄弟明算账 有话说在明面上 这次有赌的成分 就是我比你们知道的多点 也得赌 一是赌欧书的人品没瞎说 二是赌阿翔的水平 所以大家别勉强 我答应了欧书一定要干 我原来说的大家利益均分 现在这个条件如果有不认可的 可以少出货不出 剩下的我都抵 张希说 戴哥 股份分配是不是有点太苛刻 还只有两年 如果经营不好 利润低 公司注销的时候 按股权分配残值就太吃亏了 他是新派商业人士 对这种明显不合理的股份花分 当然有意见了 这不是明显等着两年后分他的钱吗 谭总想了想对戴东说道 老戴 你说个实话 阿翔的赌食水平能到什么程度 深不可测 戴东说完 觉得没说清楚 又解释说 不是我不跟大家说 实在是干系太大 老爷子顾虑重重 不让说 也许合作一段时间 阿翔自己就会说 但我们绝对不能主动问 陈胖子倒霉觉得怎样 我出一千万 就当把以后几年赌食的钱提前预付了 张希合计了一下说 我出五百万 他是真有点担心 他不像那几个人进人商场几十年 家底丰厚 他的企业占用资金太大 谭总合计再三说道 八百万 再多我怕影响现在的企业运转 那剩下的我来出 应该是两千七百万元 大家想好 想好就这么定了 欧叔今晚跟阿翔谈 明天上午我们过去 完事我跟老谈还有几处要看看 带东恨不能所有人都不出 张希 晚上你起草一个股东书 这个你在行 争取明天签了 完事后 你和老陈领着阿翔开始找地方 以阿翔为主 哪里合适 他比我们专业 公司内部怎么布置 也多征求他的意见 再去买两辆车 不要太好 刚开始太扎眼了不好 公司对外宣称就是收缘时 一旦切涨不能在瑞宁出手 我和老谈联系广东福建的买家 还有广东的供盘也可以试试 办公设备 切石头的各种机器就在瑞宁买 尽可能抓紧时间 老陈负责跑执照 给你个接触政府的机会 人先不招 我和老谈商量一下 争取在京城往这边调人 当地人对赌石这行太敏感 不知根之底容易出麻烦 这两天我和老谈在招几块石头 让阿祥看看 争取来个开门红 对了 租个别墅 要独门独院那种 估计我们都得常来 打扫卫生做饭的 也从京城带过来 当地的饭菜真是吃不惯 最后一个是 阿祥的事 能藏多久就藏多久 这是公司存在的基础 一旦让外人知道 鸣枪好躲 案件难防 我们嘴都眼点 尤其是老陈 别什么都往外说 大哥说了算 我就等着分钱 陈胖子笑嘻嘻地说 张希拿出笔来 把一些细节记上 开公司买东西 事情繁琐 几个人商量完 呼啸着去吃饭 晚上十点 在老爷子简陋的房间里 老爷子 阿祥母亲坐在椅子上 阿祥跪在地上 老人从他那破旧不堪的箱子底层 拿出一卷纸 纸色发黄 一看就有不少年头了 展开后 是一幅古画 画面上是一个清秀的男子 穿着传统歹族服饰 老人示意阿祥帮他把画挂上 随后 老人又从柜子 拿出一些现装的古书 放在桌子上 老人开口了 阿祥 你虽是汉人 但学的一身本事 都有赖于祖师爷的眷顾 祖师爷叫板晃 面戴恩戴家人 早在清朝 第一个把赌食的手艺 做到了极致 后来学古老赌食技法的人 推崇他为祖师爷 这是免人的传统 阿祥 你给祖师爷磕三个头 看阿祥东东磕完头 老人说 我父姓欧阳 丹自兴 祖上市明末清初 为避战火去了免戴恩 本姓朱 几代人之后 家族成了华人领袖 家族严禁一族同婚 可我的父亲拼死 娶了逮家吐司的女儿 就是我的母亲 因此被赶出家族 我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自有顽劣 不服管教 常年在矿区生活 结交了无数江湖好汉 也学得一身赌食本事 17岁的时候 我一冲动就参加了山军 开始和政府作战 杀了不少人 也挨了两枪 因为我人脉广 后来主要负责军队的资金筹集 主要交易一些当地资源 英素 黄金 铜 翡翠 宝石还有木材 后来 政府军在西方人的支持下 加大了打击力度 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队伍开始分裂 一部分想投降 一部分人要拼死抵抗 刚开始还能坐下来好好谈 岂代人积攒下的财富啊 后来开始动枪了 你杀我 我杀你的 刚开始是暗杀 后来直接上军队了 多年的朋友 战友反目成仇 看着都让人心寒 双方都在拉拢我 因为我手中有钱 我父亲 母亲还有一个弟弟都死于暗杀 我躲过了暗杀 却躲不过政府的追杀 最后被抓住 忌惮我父亲家族的势力 我的命保住了 估计家族里也有人说话 但我想代价不小 对方把我撵出免代恩 不许接触免代恩所有的资源 有人出钱给我买了这栋楼 准备把我圈死在这里 来到这里的时候 每天总在回忆中度过 真是万念俱灭 好在不长时间我遇见了你们娘俩 那时候你们娘俩也是苦不堪言 你小时候很懂事 很聪明 我也试探着教你一些东西 慢慢的我才感到还有活下去的勇气 阿翔 你天分极好 又有毅力 否则也学不会这项古老的本事 明天开始凭着这个 你要自己出去闯世界了 以前我也跟你讲过 从有赌食这个行当到现在 就出了两个半天才 你是第三个 别给祖师爷丢脸 听到这里 阿翔的母亲站立起来 快步来到阿翔身边 跪下冲着老人说 感谢大人对我们母子的眷顾和教导 小女子楚秀 邪子楚天祥给大人磕头 说完 母子两个人恭恭敬敬 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 楚秀教大人 是对老爷子高贵血脉的尊重 如果放在古代 老爷子绝对是顶级贵族 明末的时候他姓朱 那是皇帝的姓啊 楚秀原来真不知道 老爷子教了儿子什么东西 教一些三打武功是知道 这个他非常赞同 但其他的就不十分清楚 估计也就是翡翠 宝石方面的知识 老爷子的经历 他也是零星之道些 知道身份很高 在免答案得罪很多人 但今天听了这些话 他真的是动容了 老爷子听明白了 楚秀话里的意思 他点头示意 阿翔妈 你坐过去 我还有话要对孩子讲 他拿起桌上那些书 这是仙人总结的读识方法 免人不识字的多 这些能流传下来 着实不易 几代人的心血 你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等我百年之后 记得在我的坟前烧掉 祖师爷的画像 你就保留着吧 明天带东带老板就会过来 你把鞋一签了 以后都是你和他们打交道 我和你母亲既不参与 也不过问 这两年不许去免答案 两年后我们再商量 我只有一句话 你要牢记一辈子 是可而止 还有一个是 你母亲是江南望族 出身高贵 但阴差阳错流落到这儿 小时候你总吵吵姚爸爸 因为这个还挨打 现在我跟你母亲商量了一下 如果你做得好 两年之后可以告诉你 但你得在这两年中 证明你有能力来应付一切 我父亲什么人 阿翔疼的一下站立起来 楚秀犹豫了一下 说你会以他为荣的 第二天早晨不到八点钟 阿翔就开始院子里打扫卫生了 这是他从小就得干的活 再有就是昨晚师父的话对他刺激太大 他一夜都没睡好觉 眼中现在布满了血丝 师父前面的话好多 以前他也陆续地听过 并不感到惊讶 关于父母的那段才深深刺激到他 懵懵懂懂刚懂事的时候 看见别的小孩有爸爸 他也回家要爸爸 可是每次都是失望 妈妈说爸爸已经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他也感到母亲与其他人家的妈妈不同 妈妈死命地看着他学习 上学考得不好一点就大发雷霆 这是没商量 别人家小孩都有玩耍时间 他的业余时间不是在师父那里练习摸石头的手感 就是在妈妈面前背诵古诗 阿姆在院子扎马布 每一件事都是枯燥无比 但这些都是对他心性的磨练 直到妈妈病重不能工作 没有了生活来源 妈妈一狠心 不顾师父的劝阻 硬是让他辍去挣钱 先活下来再说 实际上 师父的收入也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 房子地点不好 房子很难租出去 租出去的价格也不高 看来给师父买房子的人也是煞费苦心 这些年 书读了很多 心态渐渐平和了不少 年纪也一天天大了 可是对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却很迷茫 看着那些开店的老板 还有来赌食一至千金的客人 在他眼里却觉得没什么意思 感觉总是缺点什么 虽然小时候妈妈常给他讲京城 讲护上 讲江南美景 但他还没走出过大山 他还没亲眼见见繁华世界 眼界不宽是他现在最大的短板 昨天师父说的一句话 他真的听明白了 两年后要有应付一切的能力 什么意思 拥有这种能力要么有权 要么有钱 权利别想了 只能先在钱上努力了 这应该不是太难事 等我有了钱 有了能力 一定要找到那个叫父亲的人问问他 为什么抛弃我们母子 带东四个人到了 看见阿祥坐在亭子里 几个人走了过来 阿祥赶紧站立起来打招呼 坐下后 阿祥说 带书 谭书 陈书 张书 难得几位长辈看得起我 带着我一起干 我以后就管各位叫书了 别人点头 张熙不干了 别管我叫书 叫哥 我才三十多岁 没那么老 大家呵呵以乐 带东也说 这样也好 各论各的 以后我们叫他天祥 别阿祥阿祥的 以后到了内地 那个称呼不太正式 众人点头纷纷同意 随后带东又说 天祥 昨天欧书把事情跟你说了吗 说了 带书 不过那个股份分配不太合理 我这边太高了 这是你师父定的 不能改 带东正色地说 说着他事已张熙拿出合同 说 大家都看看 已是五份 同意了签字 公司的名我想好了 就叫东翔珠宝有限公司 我们两个大股东的名字 我是你的长辈 我在前面 众人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股东书 总共就两页 一会就看完了 每个人轮着签完五份合同 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 带东说 天祥 你是大股东 你先说 楚天祥陈寅一下说 公司总经理带书当吧 我就算技术顾问 其他人都是副总经理 财务带书负责招人 一个会计 一个出纳 前期要不用的话 找个公司带账也可以 我学过 但没做过 不太懂 工人现在要招一道二人 搬石头 收拾卫生都用得到 他停了一下 又说 当前的任务是马上去找地方 把房子租下来 我想到了一个租房子地方 在瑞宁江大桥北面珠宝城边上 位置不太显眼 私密性还好 最好找个独立的院子 这样切石头就不会干扰到别人 会客厅怎么装修我不懂了 但我需要一间小屋 有十来平米这样就够了 还有办营业执照 这是哪位叔叔去 我没办过 一点不懂 机器我去买 瑞宁好多地方都有得卖 关键是先把地方定下来 戴东心道 这小子行啊 把事情安排得头头是道 戴东看了看大家 问道 大家有什么意见 众人纷纷赞同 老代年纪最大 处事稳重 当总经理最合适 如果真让楚天祥当 感觉上还是有点别扭 楚天祥接着说 下午我就过去辞职 用不了多大一会就能办完 然后去找房子 最好带叔过去跟薛总说一下 省得将来见面不好说话 戴东同意了 戴东说 一会我跟天祥去薛总哪里 你们几个分头去找房子 包括我们住的别墅 以后我们可能经常来这地方 住宾馆不方便 办公地点就按天祥的标准来 争取今天拿下来 还有一事 老陈去招个保姆 干净点 以后就专门伺候欧叔和天祥的母亲 天祥怕以后没什么时间了 楚天祥听了赶紧致谢 这个戴叔叔真会做人 众人都没什么意见 分配了一下任务 准备分头干活 让这些身价几千万的大老板干这种活儿 想想都好笑 最后 楚天祥说了一句 各位叔叔 公司开张 来个开门红吧 薛总店里 有两块石头 这两天戴叔和谭叔去买回来吧 一块应该不贵 但挺大 在院子棚子里 大概有一百多公斤 黑乌纱应该是麻蒙敞口的 里边有点货 另外一块在二楼货架上 会卡的青蜡皮 二十多公斤 外皮没色 里头应该有飘花带绿 如果价格高就不要了 那个石头卖向挺好 几人听楚天祥说石头的事 兴趣立马来了 想走也不走了 纷纷坐下听着 带东还好 听过楚天祥谈石头的事 那三人却是第一次 兴趣昂昂 大眼瞪小眼 谭总追着问 保准吗 薛总店里的石头 每个我都看过不下五遍 只要是新到的石头 当天没出手 我都反复看过 坚持五年了 陈胖子急急地说 天祥 说那两块石头什么样 他才不关心楚天祥 怎么练出来的 一听赌石切石头 眼睛立马就放光 那快麻蒙的 应该在场上就装错了 或没看出来 石头都没洗干净 也是那块石头 几面都不好 就一面应该出兵种 而且重很老 二十公斤应该能出得来 老坛有点血压高了 晕呼呼的 也有点太扯了吧 这就六百万了 现在市面上 冰种不带花的 净料三十万亿公斤 这个他们轻儿 张熙和陈胖子 也有点兴奋 他们只知道冰种很贵 至于贵到什么程度 还不知道 六百万 带东轻声说 那两个人没听明白 连忙问 你说啥 带东解释道 天祥说那块石头 能切出六百万 这么多 陈胖子猛地回头 看着楚天祥问 那块石头卖多钱 楚天祥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 那块料比普通公斤料强点 摆了一年多了 也没卖出去 我估计二三百元 一公斤到头了 三万块 这是雷四人不偿命的节奏啊 带东也有点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四个人不说话了 都在紧张消化这消息 过了一会儿 带东问 那块会卡石头是怎么回事 会卡那块二十多公斤 外边水超长 卖向好 价格不便宜 但里头有条很宽的水路 到高冰了 还有条色带 但没全在水路上 我吃不准 楚天祥回忆说道 那块石头切起来很麻烦 碰着水路怕切断了色带 切色带又怕断了水路 谭总问 能出多少东西 什么价位 楚天祥有点不好意思了 谭叔 我对成品的价格不太懂 如果出镯子的话 估计六七条品项好的能出 带东咕了咕 回答到 二十多公斤 能出十五到二十公斤冰种净料吧 陈胖子和张希一听 心道 完了 还没刚才那个多呢 谁知 带东又说 算六条拙子 三条带高冰 就多出二百万 再带色又多出五 六百万 嗯 一千到一千五百万吧 保守点 谭总点了点头 张希和陈胖子一头雾水 怎么算的 听不明白啊 带东又说 老谭 你辛苦点 找些高档成品照片 再到瑞宁卖高级肥萃成品的地方 焦天祥成品知识和价格 就是死机硬背 也要在短期内让他记住 谭总点了点头 这块别过三百万就拿了 带东说 同意 几个人回答道 公司就那么几千万 利润空间不够的话 买回来一旦压在手里 后面有好的却没钱收 那就大条了 几个人出门打车 楚天祥也没其他那辆破摩托 瑞宁的出租车很难打 等车的功夫 带东对谭总说 老谭 你和张希先去买车吧 自己有车 去哪也方便 谭总也感到不方便 爽快地说 行 我和张希先去买车 带东冲着陈胖子说 你跟我们走 有事得你办 上了车 带东跟陈胖子坐在后面 楚天祥在前排领路 带东说 老陈 一会我们三人进去 谈完天祥的事 你们俩先出来 我聊一下屋里那块石头 但今天我不会买 你去看棚子里的石头 别认错了 回头你到屋里 就说要买那块石头 至于理由你编一个 我要开口买的话 怕薛总起义 陈胖子一寻死 就明白了带东的想法 点了点头 这是怕薛总坐低起价啊 卖两万的能含出二十万来 买三万的能含出六十万来 谁让你带大老板有钱啊 来到二楼 薛总见带东带老板又来了 非常高兴 热情地招待他们坐下 见楚天祥也坐在了旁边 有点诧异 平时应该都是站着的啊 按事先商量好的说辞 带东说 薛总 有个不情之请 我准备在这成立个公司 负责收点石头 我太忙 妹多少时间过来 这边得有个负责看摊的 我同阿祥谈了谈 他同意过去 我想今天把他带走 你知道我在这里待不了几天 还有很多事情要交代 这事有点对不住你了 听到这话 薛总脸上直抽抽 这是明目张胆挖墙脚啊 回头一想 带老板也算讲究 还当面来说 态度诚恳 二十不说 阿祥直接走人 自己也没什么办法 还是结个善缘吧 薛总笑着说 没问题 带总 您能看上阿祥是他的福气 我高兴还来不及 楚天祥看薛总这么说 马上站起来说 谢谢薛总 谢谢您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以后一旦有需要 阿祥义无反顾 我给您鞠躬了 说完 深深地鞠了一躬 抬头又说 薛总 你们几位老板谈 我先下去了 陈胖子连忙说 我也跟你下去溜达溜达 俩人边喝茶边聊着天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只听到楼梯响了起来 二人回头看到 是陈胖子又上来了 上来之后对着薛总说 薛总楼下有块石头 什么价 问谁谁不知道 你看看 便宜我就买了 回家我压咸菜缸 形状挺好看 带东一听 差点笑出声来 这是什么理由啊 谁家用一百多公斤的石头压咸菜缸啊 薛总正跟带东研究那块 会下场口的料子 听到陈胖子搅局 心里暗暗着急 连忙说 您叫阿祥上来 楚天祥上楼来 薛总问清是那块石头厚 有点不耐烦地说 陈总 你别还价 两万 你拿走 陈胖子嘟囔 有点贵啊 带东笑骂道 陈胖子 别给你们没老板丢人了 就两万 我做主了 爱要不要 陈胖子从手包里拿出两叠钱 放在桌子上 冲着带东说 带老大 你是那头的啊 说着拉着楚天祥就下楼了 又过了一会 外边响起汽车声 就听陈胖子在楼下喊 带老大 快下来 车来了 听到喊声 带东和薛总走下楼 看见院里停着一辆崭新的别克商务车 几个工人正往车后面装石头 张熙 谭总几个人站在旁边聊天 薛总问 你新买的 有台车方便 随后又说 我还有点事要办 那块石头这两天我再过来看 价格你再考虑一下 几个人告辞走了 薛总心里也挺高兴 压了一年多的一块破石头卖出去了 赚点有限 那块三百万的石头看来也有戏 就一点 老代把阿祥带走了 有点可惜 再找像阿祥这样 他是肯干的小工 恐怕难了 车是张熙开的 过了瑞宁江大桥 张熙问 去哪啊 赶紧说 楚天祥说 下桥王左拐 有好几个珠宝城 问问物业或保安 他们应该知道哪家出租 到了地方连续看了几家都不合适 快天黑的时候才在木星珠宝城看中一个待院的房子 租金很贵 一年要15万 这在瑞宁已经是很高的价了 院里是二层楼 院中能停两辆车 房间倒挺多 根本用不了 陈胖子实在看烦了 嚷嚷道 就这个吧 我可不想再走了 带东看向张熙和楚天祥 张熙点了点头 楚天祥也很满意 就是觉得价格有点高 带东拍板定了 老谭根本没下车 自从把石头拿上车 他就拿个手电筒开始看石头 一会儿沉思 一会儿仔细拿手电罩石头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跟房东商量好 明天交钱交钥匙 几个人已经是鸡肠鹿鹿 中午几个人都没吃 带东说 给你师父和你妈打电话 我们一起吃个饭 庆祝一下 楚天祥摇了摇头说 我师父说了 他和我妈不参与我们的任何事情 陈胖子问 吃饭也不行 不行 嗯 你要到家里吃那可以 带东说 那我们就自己吃 去住的宾馆吃吧 吃完饭 天祥自己打车回去 晚上喝点酒 他们住的是瑞宁最好的酒店 号称五星级 是不是就没人知道了 走进餐厅 整个大厅装得富丽堂皇 极尽奢华 地上是软软的地毯 走在上面 楚天祥有点紧张 他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 他尽量拉长呼吸 平静心情 走进包厢 靠外是一圈沙发 里面是一个足够十几个人用餐的大圆桌 楚天祥随着别人坐在了沙发上 带东看出了楚天祥有点紧张 他笑笑说 天祥 你还年轻 放开心情 别紧张 以后这种地方你会经常来 陈正生点完菜 问带东喝什么酒 带东看向楚天祥问天祥 你喝酒 没问题吧 楚天祥回答道 带叔 没问题 能喝点 就是师父不让我多喝 因为干这行的常年喝酒会影响手感 带东说 一次两次没问题 就五凉夜吧 我也想知道你到底能喝多少 以后酒肠少不了 陈胖子是不花自己的钱 不心疼 要了满满一桌子菜 带东想试试楚天祥的酒量 结果 不到两个小时 自己首先被干翻了 男人喝酒 一个销理由就能喝一口 一个大理由就能喝半杯一杯的 就荣生总经理这个理由 带东就喝得八酒不离十了 今天也是高兴 放开凉了 基本是来者不拒 最后再被陈胖子和楚天祥联手一挤兑 直接放倒 张希刚开始还行 后来被楚天祥一口一个割 割得叫着 也被扇晕呼了 最后在陈胖子谁不能喝 谁是傻蛋的蛊惑下 一杯酒下去 直接到卫生间喷了 陈胖子放倒张希 自己也坚持不住了 趴在桌子睡着了 楚天祥有点眼皮打架 这可是他人生以来喝得最多的一次 也是他高兴 酒量超水平发挥 这里唯一清醒就是谭总 他血压高 平时一激动血压都蹭蹭往上窜 所以没人敢跟他较劲 倒了一杯酒 慢慢瞎一口 到最后 他杯子里还剩大半杯 天祥 去洗八脸 我有时要请教 谭总说 看完车上那块石头之后 谭总说 请教二字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 因为他一点都没看明白 楚天祥晕晕乎乎的 听了谭叔的话 也没在意 直接去了房间里的卫生间 放了水 又洗了把脸 人清醒了不少 出来坐下后 楚天祥问道 谭叔 有什么事吗 谭总说 天祥 跟我谈谈那块石头 谭叔 那块石头比较另类 我跟您说说这块翡翠的形成 说错了 您担待 在翡翠晶体形成以后 冰种那块比较小 与另一块普通翡翠原石 在高压下聚合成一块 后来应该是火山爆发 从地下被翻出来 随着低翘运动 又被埋入地下 也可能是普通翡翠 那面受热温度太高 重金属置换太厉害 所以几面变成了黑旋 谁知被埋入地下 压力温度 周围环境核实 又进行了一次置换 冰种结构紧密 置换不了 或置换得少 黑旋那边软 结构疏松 各离子置换进去 再经过无氧的还原反应 就形成现在这个样子 看这是个黑乌沙皮翡翠原石 打灯有点水 但除了冰种那部分 其实就是个大选快 谭总是听进去了 也很认真 问题是有些真听不明白 这不是讲读诗 这是大学在上地质课 天祥 你怎么研究出来的 我自修了大学的地质学 免丹那块的地质变化很有特点 学起来有意思 但好多学说都没有定论 你也没切开石头 你怎么知道里头的变化 谭书 任何一块翡翠的形成 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皮壳的 皮壳是二次分化 经过还原 氧化反应形成的保护层 所以原石的皮壳 也就能为判断原石内部质量 提供很多信息 比如沙利的大小变化 坚硬程度的变化 温度的变化 颜色的变化 这都需要认真体验 这些经验都是师父教我的 我从小就练这些 很烦很枯燥 说错了就挨打 不过 现在终于也算学有所成了 谭书 告诉你个秘密 我师父早就不如我了 希希 今天楚天祥喝得有点多 话说的也有点多 他自己倒没觉得什么 谭总却从他的话里 听出不一样的东西 这小子真是深藏不漏啊 谭总知道不能再问了 就今天楚天祥说的这些 如果让戴东知道了 立马会跟他挤眼 戴东跟楚天祥的师父 绝对有协议 但绝对不是股份方面的 戴东没那么龌龊 但戴东保护楚天祥的意思太明显 他说了不许问楚天祥守法的事就是不能问 别看平时戴东温文尔雅 一旦发起狠来京城里的玩库们都哆嗦 年轻的时候打着人家胳膊腿的是没少干 想明白了这些 谭总说 天祥 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休息吧 明天早点过来 一会我叫服务员把他们几个送回各自房间 楚天祥道 我去叫人 说着 起身把服务员叫进来几个 让他们掺着那三个罪鬼送回屋 自己跟谭总告了个别就打车回家了 夜里 楚天祥睡得死极了 他从没喝过这么多酒 也是心情放开了 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早晨八点半 楚天祥准时就起来了 这是常年养成的习惯 洗漱完毕 开始从三楼打扫楼道 这是房东的责任 他很轻柔 很怕吵醒租客 扫完楼道 再扫院子 然后试亭子 每天师父都要在这儿喝茶 母亲要下来晒太阳 接接第七儿 在瑞宁 一般家里都不做早餐 无论高贵低贱 都是一碗米线解决问题 一碗解决不了 那就两碗 没有特例 在巷口吃完早餐 看看时间还早 楚天祥会到亭子里自己泡茶喝 滇南市产茶大省 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茶树 自古就有喝茶习惯 滇南没菜系 无论什么菜 大部分都是酸和辣为主 但对茶却有讲究 在内地被人极力推崇的滇普尔 在产地倒是基本没有市场 当地人普遍都是喝绿茶 喝古树茶 顶级古树茶的价格堪比黄金 滇南人为人诟病的 一是普尔在内地被炒成天价 自己却很少喝 二是翡翠赌食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对内地来赌食的人俗称杀旧 看看十点半了 楚天祥骑着那辆破摩托去宾馆 打车费用太高 自小节俭惯了 还不适应现在的生活 就像昨晚的饭局 一顿饭一万多 太奢侈了 来到宾馆 他悄悄戴东住的房门 一会儿戴东口土白摩尔打开了房门 他正在刷牙 房门一开 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 楚天祥屏住呼吸 低头进去 紧走几步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这才尝出一口气 屋里这味儿太难闻了 戴东洗漱完出来 问天祥 昨晚你没事吧 我是怎么回来的 楚天祥回答道 戴叔 我没事 我和谭叔送你们几个回来的 陈叔和张哥也喝倒了 戴东感叹道 行 天祥 就你这酒量 哪都能去了 我也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 就谭叔清醒 戴东开始换衣服 随手从手包里拿出一张卡 递给楚天祥 说 这卡里有230万 我给你师父 你师父又还给我的 你取走30万留做你个人零用 然后把卡还给我 你妈和你师父身体不好 多买点补贫给他们 还有每月给你开1万元工资 别人没有 其他的挣了钱再说 楚天祥听了戴东的话说 戴叔 这样合适吗 戴东霸气得道 我是总经理 有意见也得给我缩着 楚天祥想了想说 戴叔 要不这样 给我师父和我妈 顾保姆的钱我出吧 行 不差那点 你去把他们几个喊起来 昨天晚上净喝酒了 谁也没吃多少东西 现在我有点难受 几个人忙活了40分钟 才去餐厅吃饭 早餐是没了 随便点了点清淡的 几个人吃得舒服极了 神回过来了 相互又开始调笑起来 尤其是张希被陈胖子 一杯灌下去直接喷了 戴东都不知道 大家却都看好楚天祥的酒量和酒品 有时候酒量在商场上 也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看看差不多了 戴东正色说道 一会一起去收房子 然后大家商量一下 房间怎么安排 装修就不用了 原来的挺好 然后老谭和张希找人收拾卫生 买家具别忘了天祥的要求 老陈去办执照 我和天祥去订机器 大家起声答应 出门奔公司 车上陈胖子突然问 天祥 你会开车吗 会开 没车本 考车本好几千 考不起啊 楚天祥回答道 陈正生说道 以后这种话别说 戴东也感到楚天祥的问题 露窃 还是阅历问题 眼界 知识都不缺 缺的就是精力 这种事指得慢慢来 付完款 拿到钥匙 这就算有地儿了 二楼最大的房间 做了会客室 其他两间准备买几张单人床 谁累了可以休息一下 一楼四间房子 一个是机器房 一个是小会客厅 一个仓库 最小的那个给了楚天祥 15-6平米左右 分配好房间 几个人开始分头干活 谭总和张希找人收拾卫生 跟物业打个招呼 人就来了 然后两个人算计好 需要什么家具 多大尺寸 包括一些日常用品 直接就奔家具市场了 陈胖子去办营业执照 带东和楚天祥去买机器 在瑞宁最大的连锁店里 楚天祥订了三台油具 这种用白油降温的切具 比用水降温的噪音小多了 而且粉尘也少 大中小号各一个 其他零零碎碎的工具 也买了一大堆 带东没怎么讲价 就一个要求马上送货 店长激动的连忙答应 毕竟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俩人回来的时候 别人还没回来 只有工人在打扫卫生 俩人坐在亭子里闲聊 在瑞宁 只要有院子 就有亭子 一是遮阳 二是喝茶 在这里 即使最冷的冬天 中午到晚上 在亭子里喝茶 也不会感到寒冷 毕竟零上二十多度 而且瑞宁属于少风地带 超过二级风的时候 基本没有 但瑞宁夏天的太阳 是足够毒辣的 在太阳的直射下 晒晕你也不是不可能低 而且云南瑞宁的海拔 相对高一些 紫外线才是真正的杀手 但在树荫和亭子里 带东自言自语道 还真得找打扫卫生的 就是来回搬石头 也需要人啊 楚天祥说 不行就把薛总那里的痘痘 叫过来 人不错 跟我关系也好 一米八多的大哥 干活不偷懒 带东问 人品怎么样 楚天祥答道 人品没问题 家事良和的 一家人都在瑞宁打工 19岁 在薛总那干两年了 带东合计了一下 说明天抽空叫过来 我看看 跟他说工资不是问题 带东原来想法 是从京城调人 现在看来有点不现实 一是时间不允许 新来的人需要一段时间学习 虽说大部分干的是粗活 但也有一些技术含量的活 比如如何上聚 如何咔嚓等 痘痘要是来了 一切就都可以省了 二是来这边远山区 外地来的 你给多少工资 给多了不合适 毕竟只是低级别的工人 给少了 人家还不愿意来呢 正说着 陈胖子回来了 看见二人 兴冲冲走过来说 搞定 三天后拿执照 这事也就你办 你知道那些官老爷喜欢听什么 带东说 话一没落呢 就听到外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楚天祥说 可能是机器到了 出院一看 果然看见一辆装着满满机器的汽车 车上还跟着五六个搬运工人 楚天祥连忙指挥工人往屋里搬机器 最大的那台机器六个工人搬都吃力 搬完最大的 其他就好搬多了 不一会就完工了 带东跟工头结完尾款 来到机器房看楚天祥收拾机器 上皮带 加冷却油 使机器忙得不可开交 带东和陈胖子在一边看着却帮不上忙 带东心想 这人还得干净招 我们这些人不懂行 插不上手啊 楚天祥忙完 三人就坐在亭子聊天 没茶喝 一人拿着一瓶矿泉水 快天黑的时候 谭总和张希也回来了 累得张希直吐舌头 大喊 今晚得吃好的 不喝酒了 我要犒劳自己一下 谭总说 吃个屁 吃盒饭吧 又对带东几个人说 我说明天送货 他非要今天 威胁人家老板说 今天送不到 明天就退货 等着吧 七八家 今晚只好点外卖了 说完向屋里一扫 眼睛顿时一亮 大声喊道 啊 切句到了 说着快步进了屋里 不一会儿 就听见屋里喊 天祥 天祥 过来一下 阿祥听到谭总喊他 一边答应着 一边向屋里走去 谭总见楚天祥进来 激动地问 机器能用了 能用啊 那干嘛不赶紧切那块石头啊 谭总说 石头在你们车上啊 我们怎么切 谭总直拍大腿 车是他们开走的 他急忙走出屋 喊道 快干活 干活了 几个人都诧异看着他 谭总来到车后面 打开车门 说赶紧帮忙 抬石头 开切 轰得一声耳 大家一听切石头 都来了劲 楚天祥把新买的手推车 也推了过来 把石头放在推车上 几个人费劲地把推车挪进屋里 带动问 天祥 怎么切 楚天祥没说话 他拿过一个信号笔 用手慢慢地摸着石头 一点一点往前移动 然后在摸过的地方开始划线 他划的速度非常慢 偶尔还要用手触摸一下石头表面 几个人没说话 也不敢问 就是静静地看着 十几分钟过去了 楚天祥长出一口气 站了起来 说 就按这条线切吧 应该看出结果了 可能有点小惊喜 几个人这才上前看楚天祥画的线 没什么特别的 画的也不怎么直 画线水平不行啊 陈叔 张哥 你们俩帮我就抬上去行了 人多施展不开 一百公斤重的石头 三个人费了很大的劲 才抬上了机器 楚天祥找好角度 让刀具前进方向 正对着他画的线 反复试验了几回 感觉没问题了 这才锁好家具 关上机器盖子 他回头问 开具吗 陈胖子有点紧张 问晚上切石头 没什么讲究吧 要不白天切 他这么一问 那几个人也有点紧张 戴东说 天祥 你师父那边有什么机会吗 晚上没事 白天不行 古代人认为 切翡翠是偷天之举 只有晚上才能切出好东西 张希急道 那还等什么 赶紧的呀 楚天祥看向戴东说 戴叔 你来吧 他指了指机器正面的那个开关 天祥 还是你来这第一句 戴东用不可置疑的口气说 阿祥点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按下开关 机器轰得一声而钻了起来 噪音太大 几个人都走出屋子 谁都没说话 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 想想也是 现在就是在等结果 如果这块再切涨 那就能完全证明 楚天祥确实是有逆天本领 如果切垮了 怎么办 每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架子已经搭起来了 再退回去不可能 往前走就得仔细考虑怎么走的问题了 这时候 陆续有人送东西过来了 这倒冲淡了一些紧张的心情 大家又忙碌起来 机器房摆一张台子 几把椅子 几个小凳 工具箱 仓库的货架是现场组装的 一楼会客厅是小茶台 石墓园凳 这是瑞宁赌食行的标配 二楼是红木沙发 一个办公桌 还有几张单人床 喝茶的茶具就买了三套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杯子 什么脸盆 直楼 小刀 手指办公用品 一些小物件都买回来了 难为谭总和张希的细心 机器早就自动停了 却没人说停下手里的活去看看 没活的人找活干 就是不想停下来 紧张 真的紧张 实在找不到活了 大家看着楚天祥 带东说 天祥 去看看湿透吧 几个人来到机器房 一个人拿一个手电筒 严阵一带 面色都有点紧 有点参加赶死队的气氛 这时阿祥走向前 轻轻抬起机器盖子 抖了抖 这是习惯动作 里面油气太大 机器盖子边缘也会往下流油 滴答的那儿都是 很脏 把机器盖子整个翻过去后 四个人一起朝着机器里望去 只见一块大的石头 掉在机器槽子里 平整的切面油汪汪 黑乎乎的 谭总打开手电 放在吊到槽子那块石头切面上 没水 谭总左右前后一栋手电 哗哗地作响 但切面上一点手电的余光 都露不出来 根本不透光 全是选 众人的心 凉了 楚天祥打开家具的锁扣 向怀里拉过家具 开始卸那块小的 卸下来后 向张希道 张哥 来帮个忙 我们俩把他抬到水池里 张希走到阿祥的对面 俩人一起抬着石头 放到了水池里 放好后 阿祥浇上洗涤液 开始清洗油污 楚天祥心静如水 一旦进入这个行业 他就是专家 他就是大神 自信心是骨子里天生的 从十岁开始 他就在这个行业 进行苦行僧事学习 你以为几百年来 免人赌石没有秘籍 部落里没有独门绝技 你以为我师父 纵横眠北大地三十年 都吃干饭了 他教会我多少本领啊 开具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几个叔叔的不安稳 他故意不说 让他们先失望会儿 有多大失望 一会儿就有多大希望 我凭的是本事 你们还没见 什么叫解释的奇迹 楚天祥把洗好的石头 放在台子上 这才示意大家过来看 这回陈胖子 抢先把手电筒 放在切面上 左右一滑了 没反应 上下又一滑了 还是没反应 手电筒的光 在切面上 一点都反射不出来 整个一个大选包啊 根本就没翡翠 实实在在一个大石头 几个人的心 这回可沉到十八层地狱了 都看向阿翔 楚天祥笑了笑 指着切面偏右一点一个大概一脚硬币大小的圆点 示意拿手电照一下 张西手快 打开手电筒就除过去了 还没接触到切面 就看到那个圆点里面 疼得一下像打开了一盏几百瓦的大灯泡 里面犹如有个太阳似的 沿着小窗口 以束光线腾空而起 照出一尺开外 啊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 什么情况 不会吧 冰种啊 几个人都抢着拿手电去招那个圆点 大呼小叫 谁也不让谁 楚天祥退后两步 把地方让给他们 让他们高兴会儿 这 才是赌食 谢食的魅力 很是兴奋一阵子 众人才发现楚天祥没在屋里 出门一看 他在小客厅主席买的茶具 走过去坐下 谭总高兴地说 天祥 谭叔我服了 真是高手 废话 我早就知道天祥是高手 陈胖子大言不惭地说 谭叔 昨晚我就跟你说了 这块石头一多半是选包 你刚才紧张什么 谭总嘿嘿一笑 没说什么 戴东说 天祥这刀切得太牛了 鬼斧神功 再往里一点 这块石头就得扔了 张希说 天祥老弟 以后不准这么玩人啊 你没看待老大和谭总脸都绿了 几位叔叔 我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这种贴肉切我也没太大的把握 而且这块石头太大 里头变化多 几位叔叔看得起我 带我一起挣钱 我怎么也得露一手 让叔叔们看我是不是乌有所值啊 这话说的 现在明显是他带着几位叔叔发财 他却反过来说 就他今天录这一首 到瑞宁大街上喊一嗓子 争着跟他合作的人能踩平他家大门 戴东说 天祥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既然在一块了 就都是一家人 楚天祥赶紧点头 好的 戴叔 我听你的 谭总又说 天祥 我看了看切口 种非常老 应该起荧光了 就说高冰也差不多 就看棉了 切口太小看不清 戴东说 不知道里头有多大 刚才我称了称 还有35公斤 楚天祥想了想 说应该20公斤有了 再多我也看不准 陈胖子突然说 不是还有一块吗 明天也切了吧 戴东说 那块石头削总要加300万 29公斤 我看了 冰种没问题 局部有变种 看不到色 现在谭总是信心大增 说到 200万到250万之间应该能拿下 我看明天就把他拿回来 一旦出戴色的高冰 那就不是大涨了 而是暴涨 张希冲着戴东说 拿回来吧 明晚再切一块 陈胖子连忙说 同意同意 看切石头可比看蛙美有意思多了 张希比试道 不提蛙美你能死啊 陈胖子故作正经地说 年轻人 别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瞧你那样 吃得脑满肠肥的 还劳动人民 别给劳动人民丢脸了 你还别说 20年前 老陈还真算劳动人民 谭总说 这会儿大家心情好 说话也就轻松多了 戴东合计了一下 说晚上天翔辛苦点 去找你那个朋友 让他明天上午过来 行的话就留下 明天上午9点开个会 研究下一步工作 下午张希去买个电脑 宽带也办好 还有公司所有房间 院子 大门口都给我装上监控 以防万一 几个人随便吃了点饭 就回宾馆了休息了 楚天翔也跟车回去 他的摩托还在宾馆停车场放的呢 楚天翔骑着摩托 去了薛总的店里 这会儿逗逗应该在上班 到了巷子口 他打电话给逗逗 让他出来见个面 别声张 逗逗一看是楚天翔叫他 非常高兴 连忙出来 夜色昏暗 两人一见面 逗逗就说 阿翔哥 你怎么不干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晚上的时候我还去你家了 你妈说你上班去了 楚天翔说 逗逗 我新去那家公司还要招人 我推荐了你 还是干现在的活 不过工资高 你想去吗 逗逗一听 连忙说 去 去 跟着你干活有意思 还能涨工资 楚天翔说道 那就说好了 明天上午九点到我家 我领你过去 行不行 看老板说了算 也不耽误你这边上班 好 明天九点准时到 我得回去干活了 告别逗逗 楚天翔骑车回家 看到师父坐在院子里 就走过去打了声招呼 老爷子 吃饭没 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老头眼皮都没抬 顺嘴就说 公司的事免谈 不是告诉你了吗 不是公司的事 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可能很忙 我妈自己做饭打扫卫生 怕身体吃不消 我想找个工人帮着做做饭 打扫打扫卫生 老头和记忆下 点了点头 说算你有孝心 跟你妈说去吧 老爷子知道 楚天翔跟他妈说 故人的目的指定是照顾自己 就像现在跟自己说是照顾他妈 这小子花花肠子不少 还行 果然 跟母亲一说 完全同意 至于老人们是怎么想的 就不得而知了 带东回到宾馆 心事有点重 带东现在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将来如何与楚天翔相处了 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觉得他惊艳 但现在却是鬼斧神功 这一刀切得他心惊胆战 这种品相不太好的翡翠原石 一般赌食的人就是一切两半 看见都是选 没有翡翠 基本就放弃了 只能扔到废料堆里 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 今天这一刀是楚天翔故意这么切的 他对原石的解读 犹如X光射线一样 分毫不差 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惊天本事 难道他真有特异功能 这孩子懂事 知进退 唯一不足的是阅历太差 还不是一般的差 从没走出过大山的孩子 你不能要求太多 现在来看 老爷子是想让他们几个 把楚天翔的这块短板补齐 这是个机会 也是个考验 所以老爷子给定了两年合作期 老爷子的父亲见过自己的爷爷 这可能是老爷子快速决定 与自己合作的原因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父亲家族与爷爷的交情 就可能不是只见过面那么简单了 这也说明老爷子家族 在缅大恩绝对是顶级所在 否则不可能见到国家高官 而且是那个年代 老爷子不能低估 别看他现在落魄 这种人随时都可能爆发强大的令人恐惧的能量 还有他那个母亲 后面不定站着什么样的庞然大物 现在 带东不敢想象两年之后 楚天祥能走到什么程度 这两年 他必须获得楚天祥的认可 也必须获得楚天祥后面两座大神的认可 这样才能在两年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那将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怎么办 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带东一点睡意没有 他不是顶级红色家族的人 没有太多的行政资源可以利用 也不是家族的主流 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而且还有被落井下石的危险 现在的困难 他自信还能闯过去 但结果可想而见 不过是下一个险滩前的瓶颈 舍得舍得 舍还是得 如果跳出去 可能一败涂地 成为笑柄 但也可能一飞冲天 另有一番天地 赌 还是不赌 楚天祥和李杰八点半就到了公司 昨天晚上拆下来的包装盒包装袋满地都是 两人赶紧就开始收拾起来 差十分九点 别克商务车开进了院子 车门打开人陆续下来 看起来每个人睡得都挺好 精气十足 李杰看见几位老板有点紧张 带东朝楚天祥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李杰 就走进一楼的会客厅 楚天祥连忙拉着李杰也跟了进去 不一会 两个人出来了 带东对李杰很满意 身大力不亏 家庭简单 念过初中 工资比原来多给开了五百元 并承诺每半年给涨一次工资 但要出去多嘴 立马滚蛋 并要求马上就来上班 过期不后 李杰心里十分高兴 原来就开一千五 这一下就涨了五百块 连忙骑着电动车走了 赶紧辞职啊 带东和楚天祥上了二楼 来到会客厅 坐定后 看到众人都到齐了 带东正色说 既然开了公司 就得按公司张承走 这里都是股东 既然大家选我做总经理 我就要负起责任来 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现在算股东第一次会议 股东书上著名了 向车资提前两个月说 股份不得对外转让 每年一次分红 利润的百分之八十 没意见吧 众人没意见 这时候有意见 不是脑袋大了 就是被门挤了 明显赚大钱的机会啊 首先 先说说人员的安排 我们在京城都有一摊子事 但这里也不能扔下不管 大家说说怎么办 主要是我们几个人 一片寂寞 说实话 几个股东在北京都有实业 所谓实业就是离不开人的事业 不看着心里不放心 这里就陈胖子除外 他图省事 雇了职业经理人 谭总先说 目前 我还得以京城为主 儿子不省心 整天不务正业 暂时还离不开 但有需要 短期过来还可以 张希也说 我那工厂离不开人 一不小心出事就是大事故 而且有些是国家的关键订单 必须我盯着 张希本身就是技术专家 所以有这么一说 陈胖子合计了一下 说我倒没什么事 但我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戴老大 我听你的 戴东听完 心里预松 跟自己预估的一样 他说 我是这么想的 过两天我们几个都回京城 一周后我跟老陈回来 先待上一段时间 老谭负责找个会计 跟我们一起过来 这是避嫌了 戴东看向楚天祥说 我们走后 你有两件事 第一 赶紧报个班 把驾照拿到手 第二 你都在市场走走 看看成品 价格 题材 都有很多讲究 有空的情况下 再去看原石 这个不急 他回过头对大家说 关于如何操作 我初步的想法是 暂时在瑞宁 以我和老陈为主 多认识一些老板 最好把石头借过来 让天祥看 估计也就一半天的时间 好就留下 不好的退回去 到广东出手 这方面的人脉老谭比我强 天祥暂时不宜站在前台 一是自身年轻 阅历不够 二是当地很多人认识他 突然开始看大料 可信度不够 没问题 谭总说 老陈你就负责吃吃喝喝 结交任脉 尽快与瑞宁那些大的翡翠商贴近关系 他们手里指定有我们没见过的东西 我们要一块好石头也不放过 哈哈 我这是奉旨泡妞了 陈胖子喜笑颜开 张希有点疑惑 带哥 有那么多能切掌的石头吗 楚天祥笑着说 张哥 你看每个晚上这附近几个珠宝城都在放烟花 那都是切掌才放的 切掌放烟花是当地传统 哦 带东说 刚才雇了个工人 会计再过来 人员暂时够用了 还有一事 天想每月工资是一万 其他股东没有 但到这里工作 费用公司全管 没人在意这一点小事 好几百万上千万都掏了 再在意这点工资 都不够丢人的 带东又说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陈胖子说 租个别墅吧 过来好住 大家一致同意 谭总问 广东那边要不要先联系一下 带东想了想 说可以先联系着 问他们收不收明料 但不要把话说死 到时候可以发图片给他们看 行的话你得过去 行 谭总答道 那就后天走 张希负责定机票 明天我和谭总还有几家要拜访一下 老陈也去 以后好打交道 下午我和老谭去薛总那里 争取把那块石头拿下 老陈去租别墅 张希去买电脑和装监控 估计明天能装完 天翔在家里把那块石头扒了 看看能剩下多少好东西 现在收拾卫生 几位京城的大老板 整干净点哦 众人哄堂大笑 咱们得过去儿 咱咱们得过去儿